葛哈戈特展 今天是我們葛哈戈特展的 系列演講的第三場 非常歡迎各位今天可以跟我繼續 有一些是首面孔 有一些是今天第一次參加 我們樓上是這個特展 如果您看過特展 我相信再繼續聽這個演講 可以更深刻 如果還沒有機會看這個特展 我們這個今天的黃美玲老師的演講 就會是幫我們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 等一下看的時候比較會知道 上面為什麼會有這些議題 為什麼這樣安排 所以我們先來歡迎我們的黃美玲老師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請到一個 在葛哈戈特議題上參與非常久 可以說這個葛哈戈特議題被大家認識 成為一個議題 你跟黃美玲老師在九二一地震之前 就進入湖裡 是有一點大人 都有 都有喔 他是在那邊租房子 然後在那邊一起經歷了九二一大地震 然後從原來的文史工作變化到更複雜 變化到包括重建 重建然後包括心靈的重建這個部分 除了實際上 那時候因為我們看影片會發現有很多的聯繫 跟外面聯繫 公共工程委員會 這一類的就是我們很難想像 我們可能多半人已經遺忘了 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後 這個地方的受傷 然後這受傷之後要怎麼樣重新站起來 所以我的了解應該是後來心靈重建部分 過年是一個重要的一種形式 然後就逐漸的回來把族群文化 葛哈戈文化的一些特別的部分 都慢慢的就帶回來變成一個 可能個人個別家庭裡面有的 個人記憶裡面有的 或者聽過的故事 帶回到集體生活裡面 然後黃老師在不管是九二一重建 還是葛哈戈文化作為一個族群 或葛哈戈文化作為 葛哈戈文化的一個歷史 集體記憶等等 我們在那邊等一下你們去看 緣圖的書展裡面很多書 好多本書都是黃老師主編的 所以要談葛哈戈文化這個議題 要介紹葛哈戈文化的正名運動 讓大家了解不能沒有黃文英老師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鼓掌歡迎黃文英老師 題目是鼓掌的葛哈戈文化 主任我們各位辛苦的夥伴 還有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天在這個 今天還能夠看到在禮拜六的 今天禮拜六 還能夠看到大家特地來到這裡 尤其是由我們福利的老師 來到我們這邊 因為我會很快講過去 我希望多了解你們 為什麼 因為在台北 有人會關心這麼特殊的 在偏遠的地方 有一個葛哈戈文這樣的一個族群 我覺得你們都是很特殊的人 而且真的是很有心 那當然最感謝的還是 我們主任以及我們的大家 尤其是我剛剛特地去看的那個專欄 真的是二十年來 我們覺得很用心很用心 能夠由台大這樣來 在地的一些族群 能夠在我們台大這裡讓大家來看見 尤其是透過了一些媒體受到董事 我覺得這二十年來 這個部分是相當多 但是也相當重要 終於走出了我們那個南投縣 那請問這裡有沒有南投縣的鄉親呢 你既然住在我們湖裡 他也曾經在我們科博館 對啊 自然科博館 就是台中 就是很專業的 跟我們現在這邊的你們的展覽也有一些 所以我看就是跟延續的這個 台大人類學的這個活物圖館的精神走出來 要把一些收藏的那些東西 能夠讓我們再真幸福大家看能 重新思考 在這個土地上的文明的關係的連結 那 因為我早上十點多 一直在坐高鐵 然後就 而且我走路進來 我走路進來不是過於迷路 是因為我曾經在這裡畢業 所以我就重新揪夢到 結果沒想到我年紀大了 從消防桌那些走 而且我是從後面的路走 我從那個捷運路走 所以就變了 就是從你這個宿舍 而且我還不會去看了一下那個明暗現場 沒有啦 那是好遲 那是經過嘛 那當然啦 因為我們以前年紀比較輕的時候 那個數就沒有那麼大 那所以我就一路走到行政大樓 然後我終於在想說 到底以前我們的種族是在那個前面 那最後趕快找回錢 因為我說種族現在應該是在新的 新的就在這裡 那還有一段路啊 我本來希望說就在前面就好啦 就是像我們以前在考古館 然後在文學院 然後就是種族的旁邊 結果說不是那麼遠 不過也好我就慢慢走 回憶從前 所以能夠回來這裡 我覺得很榮幸 很榮幸 也很感謝我們這個總統老師 他還在連累學系教 以前叫做考古連累學系 我讀書的時代 所以你就知道了算一算 我考古好比你還要學長一點 就是我只跟齊羽同班 我講我沒有人認識 我講齊羽 大家就說啊 然後我跟他育比較齊傾 那我說那我叫什麼阿伯爺 我問你是誰啊 我說我是誰不重要 反正就是考古人類學系 但是那時候我爸爸是希望 我不要念考古 我媽媽說那一位西洋不頭的 你不要選擇一個十五小孩 又怕我變太爺 他說這樣 我們總統老師這麼有工讀 十文不會 可是那個年代 因為總統老師那個還很年輕 那個年代 我媽媽就說夢夢 要靠去出去 所以就叫我爸爸 他叫我一定要念中文系 本來我第一次念是 說要我去讀四大國文系 結果我只好轉台到中文系 然後讀文年文 現在你們都知道 但是後來我又去明清華大學 社會人類學 也就是說 還是要變能野啊 那我的老師其中之一 就是潘洋海 就近年都知道 他是到處跑啊 年紀大了也到處跑啊 像我現在就比哥不敢到處跑啊 癢血掉了啊 然後什麼啊 喔 醒天啊 潘老師也是啊 還是到處跑啊 以前我們也講他 你幹嘛要怎樣 總之人類學的工作就是只有 以前我在考古人類學系 我問我的學長跟老師 人類學在幹什麼 考古人類學 他說我們就是 只有一句話 都是什麼話 他說我們全台灣支持一家 喔好驕傲喔 讚支持一家 一直說你畢業以後找不到工作 也沒有辦法回來上跟那個 支持一家 沒有地方可以去 然後別無分號 沒有加盟 那時候沒有加盟店 沒有啊 後來才有請教 簡單來講 就是然後他就說 那還有呢 那我們學什麼啊 他說你們就剛剛學 剛剛空 剛剛不空 我說啊 這筆要轉戲啊 他給他見校戲嗎 你說啊怎麼辦啊 因為我是怕大家睡著 所以講一些冷笑話 想到你們都沒有笑 我自己一直笑 好啊第三個 就我們去了那個館 我們早前那個板拆掉有沒有 拆掉 結果我們說這到底什麼館 他們叫這洞洞館 其實我現在很懷念 什麼叫洞洞館 就是從裡面看沒有床子 從外面看沒有牆 也真你們很難體會 我們以前後來慢慢體會 每天坐在那裡想看著窗外 真的我的沒有床子 就是沒有牆啊 從外面看就沒有床子 等等等等 那結果我回想起來 後來我回想起來 台大給我的 給我的過去的人生的影響 尤其我們的身體主義 好 那就廢話少說 我今天的題目 我今天題目分三個段落 我可以坐下來 三個段落的原因就是 因為20年 一個人說20年就不說 所以分三個大段落 你那邊要不要瞧一下 我今天騙你 去把我二十幾年來 這漂亮的衣服 這衣服不是隨便能做的 這個衣服是當時 我們一陣前有去做研究 去趕阿平安研究 就是看了很多的 在中年裡面看了很多的資料 天理大學也有成本書 那我們那時候也有到陪他逛一下 但是那不是我的專長 我雖然修過我們的老師叫錢其露 他是美金學校 他是物質文化的研究 但是我們上課的時候都在鬼混 所以等到畢業的時候要用的時候 就是還有 搞不清楚哪一組的 他也沒研究過 他主要指他很多東西 很多啦 錢其露老師他的那個 那個物質文化那個 還有那個台灣組的木雕 所以後來我就找到找 找了以後 那正好遇到一位 他現在非常有名的 我把這叫雲瑪大陸 他那時候在北大 他在裡面紡織了 他專業了 然後我跟他感覺很熟 然後就想到我去打他文 然後我看到天理大學 但是我說他不是我的專長 我不要管他 後來就九二一大地震了 第二年 然後我就開始要負責任 文件會就找我 我就要開始負責二十個部落 我說天啊 你幹嘛要我幫忙啊 他們說因為是原住民推薦我 我說他們推薦他們的 他們自己做就好了 幹嘛要找我做 他說沒有關係 他說這樣 原住民有原住民的部落的自己的成見 有他們的協會題 然後我就負責我們社照中心 那時候叫做社照中心 所以文件會那時候 他就名會還沒開始 所以我們當時有二十個點 其中一個點就是 民謀大陸他們的項目 你看他現在一直延續下來做得那麼好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在研發 我就去找那個標本給他看 這是照片 不過真的你看 我都捨不得穿 我今天為了回到我的母照片 因為我聽說 我現在很細心一直給我寫Line 寫那個杯子不可 我就說好 這一段你可以封掉了 你沒有在直播吧 沒關係 直播 沒關係 我就真的 我就很感謝 我都不敢 他裡面還有一個少度多 然後還有把那個 只是因為那時候也沒時間 我們本來希望退廣 可是你說這個字太難了 921那房子都倒了 誰哪有時間再繼續慢慢進步 所以當然我們現在 你們下一次真號的影響 你們就要來聽 他就是他們十幾年後 前幾年他們年輕一輩 就在這樣的一個 當然他不是受我們影響 但是他們自己就找到很多 也是自己努力在尋找他們的文化 這就是他們所獲的文化不正 那我就跟稍方面講 那那個 我這個老花蓮 我沒有的 你先把那個地震 地震 就是這個 這一個 是這一個房子 然後我就來 我就很快的五分鐘就把它講完 你們大概 這個日本的台灣寶族 不過因為我們沒有把比例弄上 我們不是學術研究 就不用那麼嚴謹 因為我是為了讓大家很簡單的知道 這個地震環境 剛剛最好是放整了台灣的 不過我把前面都拿掉 因為這樣 會不會變成三小時 人家就下半了 好 下面就往下的 那當然這個是以前我們對建築系的 一定要問他那種的篷子 你們就可以看出 這很複雜 總之他是梅西 你看到那個梅西 梅西 基本上梅西的現在不利人說 那就是白K 但是以前有一個名色是 埔里最早的原住民 也不是最早 應該是說在 在平谷族去之前的原住民 一個叫埔社 一個叫梅社 清代所記錄的 所謂的水沙連六大社 那有兩大社就在埔里 其中我們是在守神橋這裡 你們看到了嗎 然後內府整個這一條大難 我們分散在這個 梅西的兩岸 所以叫白K 西征 很多人都這樣說 然後說我們西征翻 那西征翻 你們會覺得說這是歧視 可是他們後來在識別上 他們覺得我們就是翻 我就比以前來你才叫我翻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那個阿公就是長輩 他們說我們這麼幹事 這個 我怎麼又幫他跳回去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重建工作站 董靜寧他是淡江建築 他就很簡單 在那個資源很少 也沒有什麼書會的時代 他們就去拷貝啊畫 那你們去的話不用看地圖了 我幫你們帶你們去走一走 你們就知道 你真的我還今天 老的那些人 六軍的我沒有拿 六軍的我都把你們拿來 巡房市莊 我算一下大概十個人 可能一股也差不多 巡房市莊 我去的時候就住在灘花 當然他這個都是他阿姑 都是他阿祖 他是那個在抱著那個小朋友 然後我就是住那一間 我去的時候已經都 你知道你已經會被 那個牆壁都剝落了 那裡面就去土地 他已經是去給他油產 不是油產 粉刷 好 那所以我對他這一張 我每次都一定幫 我們在港澳部協會成立會 一定要改他這一張 因為這真的是 我非常煩惱的地方 然後給你們看這個是 好的也要看啊 你看他們結婚是這樣 我現在不去做 那個系統的說明 然後以前我們 你們現在要去守城橋放心 不會當你們要這樣子 好 怕就怕死了 結果現在已經第三次了 第三次有夠煩心了 你沒辦法說 但是你想他們以前就是這樣 這樣子 這個民國五十幾年還是這樣 你看民國五十幾年內 你們還沒有出生耶 我出生了 我都很難搶上 我說你薄力了 好 對了 這是一陣錢我拍的 我現在都先放一陣錢 一陣錢 這怎麼搞的 這怎麼跳到那邊 我亂按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應該用我的電腦而已 你看看 我就亂從那邊 好 那是下面那一個 好 好 這個是很 這是一陣錢拍的 所以現在去可能慢慢恢復了 一陣後都是 山上都是 都是長長八八的 那這個你可以看到四個村莊 這個沒有電燈的 有 有 對不起你們這準備太好了 這個是工輪 他在梅西 梅西這裡看不到 這個是大南 這是潘生豪的家 他們的 前面還有一點點是中鳳國小 然後你就會看待這個紀錄 他們是幾村寫的 是復典幫人的寫過 好 我們做協助討論 然後這個就是守城 然後後來發展出 一個守城的人跟正牛年 他們就到這裡拍開 就是日期時代初期 然後就後來 我後來有工作站在這裡 那是彰化移民區的 那個很得意的工作 我們爸爸把這個後來的山 在民國十幾年 都賣給這個紀錄園 借給他 借給他 我說我早知道 你以前跟我說我也買 幾個很小的的時候買 他們現在都藏了 這個不是葛哈佛 葛哈佛早就賣給他們 所以從青草就一直賣 從梅社賣給葛哈佛 葛哈佛再賣給漢人 漢人再一直賣 所以現在包括大南這裡有重化區 這裡地價已經五六萬 你們絕對不會相信 好 所以我們埔里現在很煩惱 這次牛年 他是以前的政治文教同學 好 不講太多了 我不是說 那這個都是我第一天前拍的 那時候我的太快樂了 騎著摩托車沒事幹 我本來不會騎摩托車 去那裡巴士沒有把工作車騎好 有辦法在那裡沒叫幫工作 而且會叫他們去 我說啊 你不會啊 我兒子就哭著回來 跟我說人家叫他 他不會洗腳踏車啊 他是小學生名字 後來他發梗一定要學會 這都弄完了 一定是打給睡 好 這個 這個 我們的日子都是這樣 我們的生活跟工作搞不輕鬆 這個阿拉貴啊 以前都好吃 我就是現在的 沒有以前好吃 不過沒關係你們 你們沒有吃過都會覺得好吃 那這個是我跟他們去採劍樹 這就是他們的 everyday light 當然這個是過難的 他們每天就過那個 好 那這個就採了 因為這個是我以前 那九二一重建 每次都叫我 講一個宅後重建 我就很累 我就說你們自己看 就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好 那這個就是男性工 細節都不錯 因為我沒有給你們報告 我們就看影片就好 然後這個你們就可以想像 最重要的是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團體 只叫做工工 出工工 我們漢人也有了 出工工 我們過期的最好的就是 我們整個家人 家人 大家分工 你看 這個是以前理事長的阿嬤 你看他們老的 出工工是制工 就是村莊只要有事 我們就全部出來 所以我們班是不是 工工工是公公的工 工工工工成那個工 就是只要出工家的事就是 我們政頭 他們是很有裝頭意識 那個你們都知道政頭 你們聽到嗎 否則我會說政頭就是 我們這政的政頭 他們是繼續說他們是反省 反省的 因為這以後再跟你們細談 就是說改社偉裝 這是清朝的政策 所以到了他們那個時代 就變得很壯的 好 那我這很快看過去 這個小朋友就住在我旁邊 他沒地方住 還好他們半夜沒有鑰匙 每次看到921後 他們會談到軟 所以我們很快把他談回來 總之就是因為大家一起走過 所以後來成立協會的時候 我們可以大家重新協議 就是共同走過這一段 然後你們看到他的頭蓋 我們有去搶救頭蓋 那搶救頭蓋 我們放在那個文物館裡面 就是文化館 後來他們本來說 老師 請不要過去 請不要過去 我說要重建你 不動這個 他們就反對 我說我們大家來重建 他們其他重建都沒有關係 就是不想重建這個頭蓋 你還要重建那些人 你還要重建 其實如果我們作為第四老師 你海西文 你本來沒有鑰匙 你海裡才有鑰匙 所以說不要過去 後來我們想想 跟建築團隊想 那怎麼辦 就擺 全部都擺一整排 就像擺在你們這裡擺一整排 這個就全部都變成 就變成這個撿回來的頭蓋 他們還不肯撿 他們覺得就算了 因為這個可以把它胖胖 就丟回去卡比順產 還比較有用 你要這個幹什麼 對他們來講 老師說得很對 其實我從來沒有在做心靈中建 是你說的 我都在挑舉他們心靈的傷痛 因為我都一直叫回憶啊 回憶啊 我們聊天喝酒就回憶啊 可是他們很不想要回到以前 想重建 因為九二一太殘烈了 所以你一直看到 你緊要說 人類血毛病有什麼 哎呦 拜託 人類說我拜到那裡 怎麼搞的 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真的就進來了一堆人 然後這些人就到處去訪問 然後我跟他們說 你們不要再一直問了 你們那個 他不會問幹嘛 我說你什麼 假婚男爹黨 聽到我 假婚男爹黨 因為他們都會抽菸嘛 就大家坐在那裡先放空再說 因為不要太逼著他們 所以很多團隊就開始聊天 大姐 你看這個謝志誠 他們在外面喝酒 欸 後來發現這一招有用 這才是真正的心靈療法 就是 那廖章章章章 他們還真有趣 就我們那個工作站在這裡 就是以前的文史工作站 就是在手前 然後我住主住大南 剛剛那個頭咖啓 好 那這個是專照的 他們自己蓋得很好 沒有法就變成一個轉型 結果他們常常就送我那個百合畫 我說你們太忙了 幹嘛還要送 他說 我們法治倒的 但是我們沒有倒啊 我們人沒有倒啊 像那個另外一名 所以要去挑那個 銀杏武器那個 給他們慰勞 他說我們要看那個 因為我們沒什麼心靈重建 他所謂的心靈重建 大概就是 因為有人要去給他們唱歌 有人要去給他們跳舞 他說我們不要 你給他們那個 表演的真的 我們去一間那個 去一間那個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本來在那邊 這樣很小 所以他們很實際 那時候現場最怕的就是 你們不要給我蓋那個鐵鼻屋 他說我都是 我只不過本身就做鐵工的 我不蓋鐵鼻屋 我要蓋什麼 所以你看貨會鐵鼻 全部都來 然後傳統的 投票廚 三合院 全部拆光光 那我們也只好適應他們 所以這個貨會進來 就變成我們貨會空購站 那我們兩個貨會 後來就是變成 小朋友在那裡行會 行會是他們的息息 他們在行會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 因為所有的 他們會 你不用問他 說你離證嗎 他自己會 會扯出很多事情 甚至隔壁什麼 從近的講到遠的 所有的出警頭會 什麼孩子怎麼來 什麼 今天怎麼來我來 你去那現在感覺也沒發現 你剛好 他感覺那個不是金牌 我不是 怎麼生得那麼一樣 我這樣鬼都來把我吵 等等等等 後來你就發現 你根本不用人類學那一套 那個老師教我們說 怎麼靠在那裡什麼的 算了 算了 我們就跟他聊天 然後但是 你也不要給他投入 因為以前我們也沒有問題 這是久了就知道 就跟他們商量 當然小朋友也小朋友處理 我們有照顧到老人 也有照顧到小朋友 也有照顧到男的 也不是照顧到男的 也不是照顧到就是陪伴 男的就是打給小婚單被打 然後有個鄰居 等等等等 這個是不合理的 後來貨櫃工作站不夠用了 他們說不夠用 結果有人就提供不住 我們就越蓋越大 然後除了在守城 又在扭尾 所以我們真的只能橫跨市場 然後要選舉 阿扁龍吼阿扁要選舉 三組都要選舉 那我們就在想怎麼辦 結果我們的義工 他說 台北插機的他是董律師 他說我給你們插機 我說蠻沒錢 那時候還沒有任何經驗 他說不用 我去台北隨便募一下 我就徵人幫忙 你知道他就愛搞壯 所以我台北就幫忙 他們就插機了 我說插機怎麼辦 他說你們不是說要重建 林理事長說要重建 所以這個橋塊要斷了 到時候第二年會講 欸 果然插起來 插起來接著有好處 就是那個各組的總統候選人 他要來插要幫我們拿掉 然後我們村長人 就去扮小妹 你們兩個都會插機 我說我們這支插機 我們10支插機 我們10支插機 你看彩龍旗 那時候再去12月12月 大家都還天涵地涵的時候 結果人家說 收益是在做什麼 收益叫插機 所以我們說 我們縣長後來也來 我們就是要重建這條橋 因為聽說地震前 到地震前已經申請很多次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 他可以做事 你不要用台北那一套 真的你就得跟地方上 好好的參選 然後你會後來發現 他們就像他那個 有一個女警長說 他說老師 如果有人要插機 你說什麼就好 他說我們以前 如果有人插機 像你這個少年 在插機外交給他們插機 你回來收益說一聲 兩百人就拿分了 去收益叫插機 你看他們就是那麼團結 我要講的是 他們那時候的 所謂的守成的團結 當然 其實當然比較靠近總戰隊 沒有那麼團結 那我就先講到這裡 後來就辦了很多活動 就先不講了 這是這樣的活動 然後我們還演真 演真到部落去幫忙 你看守成是一個 我一直認為守成是一個 他最東北的一個 哈佛的 當然他後來有客家人在內 那是後來才有開發的 但是四個尊狀 他們是最悄悍的 在過去 他們也是因為是 介於這個在清代 我們現在用的沒有 其實也是聖班跟熟班之間 然後也是在大古城之外 因為吳光亮後來建成了以後 以守成那一邊 市莊為主的 作為藩丁跟愛人 那這個災情我們就不再講 第二年的 講到這種 你們會覺得 回去都很緊張 為什麼 因為這個 這個蟲民國五十年開始 在很多地方有土石流 第二年確實地地是颱風 很多地方都有土石流 所以你們如果 現在鼓勵的地 不會有觀光 但是你們要買地 這樣很掙扎 不是我在賣地 我會告訴你 哪一個地方曾經發生過土石流 但是我覺得我真的很掙扎 為什麼 我講的話人家就賣不出去 所以我後來乾脆不要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有錢人就去買 是怎樣 所以現在我們鼓勵很多 有錢人在買房子 在搞別室 在弄別墅 我真的很希望 只要大家都平安度過 天天空 這個就這一段就結束了 那我們因為到 已經兩點半了 然後我們放另外一部 就你們會比較快樂一點的 我們在講那個過年 過年 就剛剛董老師講過 過年的那個 難怪你有沒有人來幫我 因為我忘了帶老花眼鏡 我這樣都看不見了 不好意思 我們拍另外一個新的就是 打哈魯的記點 對…打哈魯的記點 我們這很快過去 為什麼 因為這個其實你們看影片 尤其是在那個 剛剛我覺得主任他們 規劃人 他們有放露營 露營的那個 就是有露營的 那個協會的露營 那個是從比較早期 你知道今年都有 每年都有那個 那這個有一個 等一下我們可以討論的 他們 我去的時候其實 我在追問 尤其露營老師 他們民國五十幾年 五十幾年去做調查的一些事 包括我們台大這些老師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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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洪秀貴 洪秀貴沒錯啦 不要講錯了 他們是演講給他講洪秀貴 差一點 差一點 這個 我們從 所以我現在年紀大了 洪秀貴有史 對 他的台大文史澤 這邊一定有這個 是 他在牛棉做過 一些怎麼講的 文教啊 的各種研究 但是我常常 因為人類學 就是這樣北新年齊之間 看了三個月的文獻 然後去了以後 發現好像都已經開始 自己都疑惑了 自己都疑惑了 因為好像很多事情已經有斷層 這是自然文化的斷層 然後不同的時代 解釋不一樣 所以文化是被情形被解釋 他們依稀既得 人家怎麼說 人家怎麼說 但是他們的體會又不一樣 所以你不是在追求對錯 而是在看他們怎麼思考 有些對他們來講 他們覺得重要 還有哪一些人覺得 女性女婦女有婦女覺得重要 不同年齡層有不同的重要 但你真的慢慢磨 磨了半天你自己也寫不出來了 因為你知道 這裡知道一些那些 最後你自己也在裡頭成本賺 但是有個好處是 你會發現你日久他鄉變故鄉 我後來就 我本來要回台北了 因為我兒子長大 我本來想說 三年啊 我兒子小三進去 我兒子小五 小六都回 我們一定要趕走了 他要念書了 要念國中 他說沒有啦 老師你不知道 我們佛麗就像佛地 因為佛麗是好山好水 好無聊嘛 就是四面完善 所以他說那就是佛地 佛麗 當然要教整他們比較有文人 他說那是蓮華 蓮華 可是我們春中 那就是佛地 佛地 想說你能不能離開 你不能出去 所以以後你們叫佛麗 要跟他叫到佛麗去 不是這樣 這跟佛麗的女性 我兒子結婚了 然後就在那安居樂業 而且她的 我已經忘了你 秀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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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 我自養 對 她的太太 她的 她們憲剛力有一個民宿 那你們等一下 結束以後可以回 她的民宿不是為了賺錢的 是提供給我們那個 我們鋪裡現在就是 很喜歡跟大家做文化交流 然後把在地的分享 她不是叫佛麗 她是西南大學 佛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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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的蚊蚊 但是有他照的照顧 跟老媽有照顧照顧照顧照 就是看看他們怎麼互相互動 所以他們是很自由的 但是他們有一個原則 就是他們以前種漢稻子 這一定是稻子收成的 早期就是這樣 稻子收成了在稻子的田裡面 收成了有一點 那是乾的 不是我們漢人這麼做到 現在他們種水稻了 他們早期種漢稻 大家可以 那個吧 那個叫做鴿蝦 鴿蝦 鴿蝦 就是他用火鍋的說話 他們說他們這叫做彈劍 有些彈的那個 大家手彈的 他們一定要唱歌 那就是這樣 那我看的時候 我就去哪兒唱 你們如果放了 你們會老虎 我今天想說你們不會放了 沒有放了 我怎麼會有一台你就會放了 沒有啦 就是正在展示是一回事 那沒有關係 你就跟竹林講一下 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過去那個村莊 對他們來講 李立遠老師寫的就是 包括英文家族日本是在任何的就是 娑婆祭的 就是你的地圖畫 娑婆祭的娑婆祭 因為他們經過很多的圈禮 所以他們要透過用歌謠的形式 就是零唱的零詩用母語來講他們主線的故事 所以那個歌詞非常暗躍 但是現在很煩惱 你等一下看到 20160我看了 從2013年後 那還要快樂 因為原名會有補助 所以大家不真的也多說 其實我們那時候聽著我都會丟下來 只是我算聽不懂那個母語 但是我知道說他們在決定主事 然後就其實 這個是滿努力 他爸爸就是本來 那後面這些 包括教會的 他們比較晚都在前面 那時候沒有外人 不能外人平時都不能出去 那時候老人家 現在因為大家人多了 大家也是好特別 都不要造成別人的不愉快 所以現在就沒有那麼嚴謹 就把它當作過年的 完美的後 所以你看他們第二任的理事長 就改成班喜過的班阿里 就意思是說變成一種綿移 所以當然我們也要走出地震的影響 從第一年 第一年其實為什麼會感動 是他們守成就要守成自己的辦 然後就選在這個一個空地 那個是房子桶 而且一樣是一個老人家 我不是主張說我們選地一定要這樣 然後選 但是他們就是自己有這個心 其實我那時候是沒有不懂 我只聽他們說 我們來恢復 因為是在來考完 恢復了之後 我在講這個意義就是說 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不同的意義 在那個時候 他們是這樣凝聚起來的 而且他們沒有錢 而且有的人家裡倒的 那是要吃什麼 所以他們當作家的 一方十個作家 有的就是用那個湯 用那個鐵桶 那就是那個 那就是那個 國語的海獎 那個李文 那個什麼東西 那就是 他說我們是這樣 我們家住去了 但是我們的家庭是沒有到 我們菜也在 我們菜也在 因為那時候沒有主持有 所以他們所有田裡面有的東西 全部 全部都每天啊 每天就是煮了一大堆吃啊 你知道他們都不吃那個國金 所謂國金的便當 那個都不好吃啊 他們就自己煮啊 打國菜啊 你知道嗎 那正常人民公社 而且一個村莊 四個地方 那四個地方 那四個地方 都有人在煮 你知道嗎 兩個月後我回到台北 都去吃 你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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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肚子拿那麼大量 真的啊 我到韓家回來 你都說 我那邊人叫土豆肉 土豆肉 他就把肚子拿那麼大 我把兒子拿那麼瘦瘦 我肚子很大 就是 我們都是這樣吃啊 真的啊 你知道嗎 他們留的還養雞啊 還養什麼 都拿出來 因為他們房子也倒了 乾脆啦 所以我們每天都在吃吃醋啊 所以泡麵要幹嘛 我們就等到泡麵 不要了 所以這個過程 他們就把 他們就是零場底線的這個 尊嚴底線 那時候很多人 有的失傳了嘛 失傳五六十年了嘛 就像你們年輕的 怎麼可能知道 但是他那天就感動了太多了 所以第二年第三年 大家就要一直辦 當然現在大家 已經是沒有地震了 沒有天災人禍 當然要快樂一點 所以我們很快就把它看過去 所以這個因為是我在一個 南投縣政府的研討會啦 所以就比較正式一點啦 那就是當大港 那我們就不用造成大港 我就給你看 你看 我那張小照片 我就是 你看那個門不都一樣嗎 就是一陣錢 買花了十幾萬去整修 然後給你們看我年輕多漂亮 還有我兒子 沒有啦 最主要是我們就是 剛好幾個月都做會 尤其是我們社區的婦女 拿花了一件 然後這個戴眼鏡這個 他是有一點智障 可是他很會畫圖 很可惜都毀了 要不然我要幫他 請那個公主 幫他辦一個展覽 他的故事也很多 那當然這個就是 學術上都會要找一些資料 這個是另外一個更大的家族 而且他有跟佩格社的同婚 那我有一本書是 《家族史》的 因為透過各個件事 大家去找 然後我要跟你們講 這說法太多了 那簡單來講 這些說法就是從日本學者 因為大家都有這個基本認識 清條的時候 就是像兩種 你是大陸來的 你就是人啊 我就是民啊 人啊你知道嗎 人啊 你是人 老人是什麼 就歡耶 我媽媽有聽話說 我們這個老伯爺的對方 我媽媽有的人啊 清條的那個進入 那個清醒的分類 他就是民 代表來的 你願移民的 他就是民 然後他兩大類 另外一類叫做藩 藩裡面就是分分 深藩、熟藩 熟藩就是說 你歸順我清朝了 你要給我一些像納稅的 但是他不是像我們現在納稅的那種稅 他是看你為什麼種的東西啊 那個就是以前叫那個納祥 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變成歸順清朝的子民啊 然後你是熟班 我要教法你學那個漢文 然後他會說你的祖先是來自營養啊 來自哪裡啊 在中國來的 代表來啊 他們就是媽媽漢化的 所以大家就會想說 然後世姓潘啊 世姓什麼啊 皇帝世姓 當然皇帝世姓有很多原因 我們以後再說 那但是學者一直到日本學者 他就改藩為主 像藝人家族他們就不再稱為藩 因為他們就受近代的西洋的教育 或者各方面的教育 就是把它變成竹 竹以後就變成 就全程調查以後就變成很多竹啊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你們上網都知道 像貧富族歸類為十大族啊 然後裡面各種之間 像我們說凱塔格蘭裡面還在 語言線叫做西奔山族啊等等 那今天就不說這個 但是我們要說的是 為什麼我們會變成八代族 就是一四章 他被歸類為八代族 好 那是藝人家族 他很早的解釋 他在1900年代他們 全經過全身調查 八代族原來在哪裡 你紅丸人家族 那是黃丸人家族 你們兩個都在八代族 你剛才有說你們老大 在八代族 我們弟弟也有這十字 以前叫阿威社 阿威社 他也是同歸類做八代族 對 你們那些 你們那些 八代族學者都很像 黃丸人也很像 那些中英院 大家都說八代族 那今天後來 風丸 風丸也是八代族 你們又浮浮頓 要自己進行的 黃丸人家族 阿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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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去找 一天又來通駒 又來東石 東石 在茶蕭斯 在家裡 我在這裡沒有弄那個地理 我只可以說 不同 因為我們日後做學者 就有個麻煩 不同的學者 所以 雅族說 雅揪就是八代雅族 當然有一些是有同溫 我們不能否認他們距離太近了 這對元氣地就有同溫了 甚至 但是後來他們到福利以後 住的地方一個在東 一個在西 歐蘭的 愛蘭的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地圖 我就不在 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在放你去聽 你就會知道說 愛蘭台地 就是愛蘭本來叫歐蘭鄉 就是為方圓的 歐蘭鄉 但是元氣的道光 到1820年代 道光大概20年的時候慶良 他搬去那時候做什麼 他們就住在那裡 原因很多嘛 他們選擇了蘭本來的台地 管理人是說好像做了什麼 反正就是蘭本來的地 然後有一個大碼顏色 在清朝紀錄 大碼顏色在哪裡 就是現在的風勢在上京的大碼 那溫政法有研究 那裡有一個在過去有個新城分校 新城分校在過去有一個新國公分校 新城國小 然後有個新城 我五六年級在那裡面 但是我三年級在北方園 所以我是大甲16年 我是小歲三年級從台北搬過去的 然後大碼顏色就是現在在烏牛蘭台地 他被認為是雅族的系統 就是一人家族系統 所以一人家族 一人家族確實他做了很多的研究 現在本來剛才我想去看一人家族了 已經他也是我崇拜的偶像 不過我最喜歡的人是露宴中小 我大學的時候 不管怎樣就是時間不夠 我自己來台灣 總之就變成雅族 雅族 他們要不要處理這件事 他們經常被人家說八代族 他們說我有啦 我有啦 我們做的就是八代 但是我們公公年是大學有了 他們要怎麼辦 他現在也會爭執 所以他剛剛說四重翻就對了 他覺得你們想那麼多 昨天幾個台 所以他剛剛四重翻 但是土地國人說 四重翻不是在那裡 不過我又聽這個不一樣 我又不在那裡說 這幾個台族 清澈的時候 那個吳光亮來這裡蓋那個 沒什麼 幾個台族的也有翻 我們就把那幾個台族的外圍的 翻都叫做四重翻 這又是另外一個說法 總之很多說法 但是不管怎麼說 就是有一種叫做 就漢人啦 他們說火羅朗的啦 一種叫做什麼 一種叫做翻 這樣就對了 最大的分類就兩大類 後來就變成什麼族什麼族 這就是一年傢俱 你們自己去看一年傢俱 跟李仁貴老師合適 亞族說 我覺得某個程度 我也覺得我有點罪過的 因為我跟我的學生一直在門外 你們到底要怎麼做 因為後來那個潘英玉 他們那幾天是成立協會以後 大家就說要去收集 再開始就是受到那個外面的 原住民運動的影響 然後又受到那個南部希拉藥的影響 大家就說要怎麼做 我說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你問我 我不知道 就大家問他問他 所以有一段時間 我們在裡面做統建 外面的很多的那個像希拉藥什麼 他們就拼命的在做運動 所以我們這邊會被影響 所以這叫互動 我就用白話來講 一定的嘛 去台灣 現在怎麼走 怎麼走 我就說順便走 我就說你是什麼族 我說我存款不足 我就睡眠不足 像老師已經很累了 都睡眠不足 順便走 這樣順便走也有了 有的說外姓的 像外姓我爸爸外姓的 我說媽媽本姓的 他說我什麼 我是外姓的 他說我外姓的 他說我不會做外姓的 他說我不會做什麼 我說我爸爸是由太太做的 對 他說我們以前說沿山做的 他也有開胎做 他也有開胎媽祖 我說我們爸爸開胎四年 我們弟弟開胎二世 這樣就比較好聽 他說我外姓 到底我等一平行 我外姓 所以他現在也是搞不清楚 在自我認同上 學術界的人當然他很了解 但是對方來講 他們也已經自己也在思考 所以我們到最後就結論很簡單 就是你就自己去選擇 你也可以多寵 所以他們就說 對啊對啊 我也可以做大腹 我也可以做白痴 我也可以整個四層彎就對了 請我們就做四層彎 我問到保利彎 保利彎 你們那些人都沒有 你們那些人都沒有 所以這裡面就有早晚的問題 第二個就有說同婚 像他已經跟那個白痴 我們是不是會出爬了 砍頭啊 又有同婚啊 所以慢慢慢慢在同時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就會解決 現在雅竹說很多 這在學術上我有論文 我有帶來 有興趣的你們可以拿回去看 八宅雅竹 就是編八宅竹 然後他們是八宅雅竹 但是也叫個哈魯 這是在文獻有記者 然後八宅童年 這個也有一種說到 說我們都一樣 我們的來源都一樣 還有八宅七色說 這種是我們的老師 魏惠林老師 他很多資料都還在我們的那個 以前那個地下室的主廚館 照片 好像淹水 我聽那個秋水晶 他秋水晶老師有跟他去啊 他說好像有一次台大地 我們那個考古館地下室淹水 一說嗨囉 那我們的以前 魏惠林老師一起去的時候 有很多台大銘秀神 還有一些 還有我們班有一個人有去 黃翠英 看到這個大學 他那時候拍了很多照片 對 我不小心還在吳寨 今天就是要問你這個 以前我也問過吳嘉穎 我不知道 總之那時候大家就 本來我地震前想說 來這裡查資料 結果沒想到地震 我就時間都來了 董年這20年 你看現在那個年輕一代又回來了 我就覺得 孔老師在這裡也很棒吧 然後剛才其實的時候 他也是提出了 說其實是兩位他主 這是我的老師 不管怎麼樣 另外就是說有方園群的說法 就是說這一群的 反正這個就不雜啦 那方園群就簽算編學 這理由學議員的 然後在地人說法 那在地人的說法是哪些在地人 這就是我自己說的 我有訪問了就是我收了算 沒有 就是說我把他們錄下來 我把他們寫下來 他們怎麼說 其實我告訴你們 很多說法起碼六七種 逃不掉 但是通通是緩和掉了 你說現在的狀況 漢犯通昏的 他也寧可選擇做犯 所以這個是我們覺得 這幾年台灣的 台灣的本土一事 跟民主化的結合 我覺得這個自行行事 確實是讓我們看到 以前會被歹勢 會被歧視 所以這跟著整個社會的概念 改變不一樣的 現在我們要去找個盤子 去找個盤子 現在有一個盤子 我媽媽以前也說過盤子 但是我媽媽已經一百歲了 現在已經拼盤了 但是我們也有年輕一代 以往年輕一代就很快 好 那我們現在就講說好 那現在這個口述歷史的東西 我們就不說了 反而過年了 其實更早1999年就有了啦 我們其實看那個影片 你們會 我就鼓勵你們上去看影片 因為像這個就是 就是規定學術界要慢慢的 寫論文 這個阿拉貴啦 你們看就知道了 當然重建的過程就有很多種 那我覺得最主要是成立協會 這個協會為什麼要成立 因為我們都知道 列頓覆德爾規定 以前在民工七十五年到八十年 就說都要成立一個社區發電証會 做一個精進宣導 所以每一個社區都有一個社區發電証會 但是我們有很多政討 就是很多社區 我們四個社區 還有加上牛尾 還有加上其他在外縣市 像寶貓那樣 我們需要一個跨社區的族群 所以 而且你知道 你去登記 你的名字 你只能一種名字 你姓名可以很多 像這個旁邊的名字 美姻啊 你現在去搜尋一下 哇 都要去英姓啊 你現在去Google一下 哇 真是大學 怕死我 大家也要去英姓啊 但是你協會不行喔 你協會 你定義喔 你只能 你就必須要有一個 你不能成名的 所以我們趕快 我們那個第一 籌備的時候 地震權就籌備 會很地震挺的 我們很盡興的是 我們那裡有一個在那個年代 學歷最高的 叫做潘忠昌 潘韓信潘 他是誰 他就是鄭大出席系畢業 他在大致國中的老師 那也是因為他 那他跟幾個地方的人 比較有影響力 在守城 他們守城的忘圖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對 那一點愛心也不會 所以很多人說我 我說我哪有那個能耐 就是因為我常跟他們在一起嘛 所以也因為這樣 我能夠做的就找個學生 大家來幫他們打字啊 所以我們三百個 一家 一戶一個 我們在短短的時間內 我們是以戶為主 就是一戶 有人當然會來說 我也要啦 不要只有我爸爸登記 我也要登記 其實我們基本上 希望跟你一戶一戶就好了 因為不要花太多錢嘛 因為你其實這個賭過你千塊啦 會賭百塊啦 他那個一百塊 那個入魂會五百塊 總之我們三百多婦 三百多婦婦 三百多婦婦 不過那你看當時 當時他們就去做禮服了 你知道嗎 他就是團員而做的 他們就根據他們以前的講法 其實我們看到的就是這個 但是後來我知道 就結婚啊什麼 社群啊 禮服啊 所以我今天要穿禮服來跟大家施敬 真的很漂亮啦 我太胖了啦 那他們的群組都會揮不起來 那個人我會幫你換個平衡 這不是判症的話 就好了嗎 不要吃啊 他們也會掛 當時我們第二年第三年成立了又要去辦活動 怎麼辦 因為有背部已經都沒有人會織布啦 就是從那個日本時代就已經勃勃的 所以想要做人家白 其實現在有什麼 那個部門比較白啦 以前的部門比較白 你都知道我 那個阿嬤那個時代的都那個 總之那個是最便宜的 以前在那個過去年代 所以他們真正的 真正的是這樣子啊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了 所以我覺得時代的改變 我們後來只好叫誰做 叫賽德克做 要把他叫誰做 其實賽德克就在我們隔壁啊 你現在去做 佛麗又年紀就有梅西啊 梅西部落 所以很多人以為梅西就在我們那裡 不是 一條西很長嘛 就像大家掛在當時去的田嶺 人都不一樣 那種什麼 結果卡住 中事後來不一樣 那一樣啦 國立又找文經又進去 忍耐鄉 忍耐鄉就賽德克了 所以你以前說 說你以前這樣 你扛我的頭 我扛你的頭 就是在那個他們的那個交界的地方 所以有個地方叫仁子關 你知道嗎 仁子關不是說你去那裡 就怎麼看風景 是結果你又進去 又進去 又進去你的木耳嗎 現在不是啦 現在進去就大家很高興了 那你如果就仁子關 就說你不要再去 還有一個地方更陰性 就是無暗算 現在給他很好聽 現在在做那個秀賢農業 叫做蒙古啦 蒙古啊 其實以前是無暗時 你怎麼無暗時意思 就起到那裡 因為我們要去曹光嘛 開曹嘛 我們從副里奧進去開曹嘛 你去種菜嘛 不然就要種手啊 種菜啊 桌子啊 桌子啦 你去到那裡的時候還對 要想說你有沒有要去吃草啊 你就無暗時啦 沒有辦法打算啦 你的生命可能去就60% 80%的安全性或者 所以無暗生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還在說蒙古啦 一些人問說蒙古去嗎 那些年輕人都說 什麼啦 我們都去烤肉 烤肉要死了啦 你們都不知道 那些年輕人都說 你怎麼這樣 老實說很有氣氛 等一下後來就說 媽媽要一塊 那些年輕人 我都在說你把照顧不斷 大家都在說 這就是我們從很多內容來看 很多意涵來看 它確實我們當時 文經會捕捉我們的時候 我們也提出了 開始了 大家都來喔 所有的餐廳都來喔 母語歌 大家都在做我們 好 你不能說人腮 人腮不是把他扭 那是人腮 那種腦會把他扭的扭 但是他們就是過去 誰要讓人腮 不是為了人腮 要練武功啦 誰要練武功 我們每次的一個時候 是四季昌 他就嚇過了 去人家想嚇 人家想就在我們家 水都沒有水都沒有吃 大家都要抽水 你抽水只有一個方法 我發明你把我倒水 我發明我就找年輕人再去給你去發水 好啦 我發明你去來 我也來 三個發明 大家酒喝喝喝 有幾年還不錯 大家在我待會兒你來 因為水浸上游流到下游 大家都要發水 就不要弄到我那邊去 所以以前 我去33歲的蒸頭 33歲 現在33歲 33歲的都有頂頭 33歲的都有顧慣 所以你看 現在 所以以前媽祖的生意是繞33歲的理由 我老大了 結果林陽港在做神主持人 說這樣太老了 一天就好 大家都被發怡了 現在都沒有人吃 只有那一天就吃 你如果能吃33歲 你看我們不老大了 你就煩惱 煩惱 由我們無困難開始第一針 第二針 對 北方做繞淨三的三天 所以我覺得你是背後的社會群體 背後的團隊 所以他們好不容易說 好 我們這會補充100萬 大家就說 我有一個團隊分10萬 我那班冬冬老師做好話說 我們這樣也能做稅上 我們這樣變得大家分分期才做不懂 我們一定都做那個分經會來 我一看一看就更有力 一定不是 一定不照手指 所以真的 我們就培養了很多 不是培養 其他本來就有 我們不能說我們騙 就是我們那個潘東東老師說 好啦好啦 大家來開門 好 那一天開門 這樣 比那山的村民代表更老了 比那山的村民代表更老了 所以這個就是游夏 那個文藝廠他們說 在文健會每次都說 我們要游夏而上 他說 你要大家說好了 你來去討論 什麼叫做游夏而上的 草根精神 所以說他真的有草根精神 他就說 美食飯嗎來啊 說飯嗎來啊 我真的很感動 然後最後第二年 大家覺得他 說不夠貴 我們就說我們新鮮來 就送什麼 要回來看看 有一個人很重要 就劉義昌 他是新鮮人 他也常常 他也去那個 去那個水滑谷靠谷子 那時候 他沒有地方住我們 那時候就介紹他去協委 遺帝他們的團費 結果談來談去就談成了 然後另外有一個 就是他們有個協會 就是也是白冷去的 也是新鮮人 從此以後我們就 新鮮是客家人 他們當然說要歡迎啊 不歡迎 我們就用打回去的嘛 因為那是我們在外地嘛 他跟學校也在外地 真的就去 找到他們的王爺了 因為他們的新鮮說 他們好像有人託夢了 不知道啦 不知道 真正叫他們說 他們的王爺 不知道在多久多久 以前出去了 鐵圖出去了 是說 疼出去了 不知道去哪裡了 就新鮮了 結果說 教學說 也有一個又大浪 新鮮也有一個大浪 他現在大南社區 三間水不停 變成南方的南 你現在去新鮮鐵圖 你現在說 花海 不過 人家老公的 他們的台北 他們的台中 現在都是在做花海 有一個叫大南社區 他都會啦 但是 其實他有三公斤 一樣 活力也有一個大南 所以我就說要回去 喔 現在劉一場老師 那個學長大偉接的 也是畢業14年 最近他畢業14年 我們把他的年齡都夠了 我們就回去了 我們就沿著他們早期說的 經過大瓶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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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毛舌 其實就跟那條路說得那麼多 我就說 我說 我也在一條路 沒有 你是怎麼拚 我們還坐車的 不過 你要走一個月 你以前走一個月 我說 不可能 我不要跟你走一個月 就說 多艱苦 你如果要放大瓶頂 不要把自己放在那裡 就說 坐車 坐車 第一次回去 大家都坐車 喔 這樣喔 他們那什麼車也有 他們農業的車 也有同樣車 大家就去到那裡 你看 他們都把我看見了 他們也去那裡唱歌 現在就是 我以前比較沒錢 大家去創一個歌舞團 你有沒有看到 他自己寫的 不是我寫的 他現在家夫本來用 KA HA 我告訴你XA 他說都可以 不用HQ 他也不能上去HQ 他說 很好 要去清菜 所以現在的語言學家 說 你們到底是怎樣 我們寫到那麼多 不管你啦 多元文 他用那個 滴高 滴高倒菜都沒菜 倒菜也是很普遍 大家去印 有一個人的股股心去印 大家自己做什麼 沒有 這什麼是英文經過做 阿布做 那些人現在沒有辦法 穿這些用支付 有的 現在回到那裡的支付 現在很進步 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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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很 那些人的標籤是不可以的特色 現在也有錢 你看 童老師很好耶 搞我們的東西 現在都拿到 我們要拿到國際 拿中中戶展 下次展在中中戶展 裡面都知道 那你這個就是我們的潘東方老師 現在這個帽子比較傳承 所以現在在張康律那裡 因為那個 他跟劉靖妍 劉靖妍是代理理事長 因為他那個小艾琳過世 然後我比較讚美過 他就跟他說等你學會母語 我這個帽子就給你了 結果他也沒誰學 所以劉靖妍雖然後來 後來在領域市長 後來那個裡面是浮正的以後 但是他都沒有時間學母語 所以每次那個 致詞的時候 還是由潘英玉來致詞 所以童老師 他安排得那麼好 要致詞 我就說一定是 因為古尼貴你嘛 我說一定就是潘英玉嘛 因為雖然會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 我們還是有一點傳統意思 你今天你歲的 行政上 譬如說行政組織 港府組織 或是說你村頂啊 你頂啊 保留也一樣 原住民部落也一樣 雖然都是行政的 那個雜貫 就是說很大的 但是你旁邊在文化的頂頭 也要有我們文化 一步文的 特定我們尊 我講的 我都為你們知道的 值得我們尊敬的長輩 所以為什麼 那個女唱原住民 其實我們漢人也一樣 男女也是 他們就是 你懂得 武漁的 懂得造船的 懂得唱歌羊的 懂得蓋羊子 真的就是地方 大家不尊重 但是你今天村長 還是有村長啊 然後那個鎮長還是有鎮長 那就要選啊 選的時候 我都要趕快 趕快 我要說真的 所以 這個文化比較有意思 像你看 這個鬧子間太多傳證 你們現在會似曾相識 空老師你再看一個 我今天來也很高興 因為我覺得 空老師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唯一重建 尤其看到幾年版 我以前我們做凱達格蘭族 做到凱達格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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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大家看 我看不到 時間夠了 我夠了已經在三點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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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我現在 有感覺嗎 我現在起床比較紅了 這看你一張好 我現在還有紅了 現在還有紅了 我們常常說 我們這美女變紅了 我們現在大家都很親 尤其現在來 大家說不定 你會說不定 你會說我很高興 我說我四十年今晚 你大概是不認真漂亮 好啊 你這樣很高興 好 這過年 這個是當年 你們知道小年春 後來站起來了 我要講的就是 走過了一段 大家很艱辛的路 大家團結在一起 就會有新的發展 就會有新的突破 那年輕一代的也會來 那鍾林 鍾林他雖然是市集發展 其實他們認同就是他們 他們就是 你客人 你保證就是 那個 鞍馬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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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說他們是 加 加 你聽過嗎 你聽過嗎 他就是 馬拳 對 對 他們兩千多人 非常 千來一年 他們的意思 那這個大碗 當然更不得了 我們現在 那我要講的是 講的是說這種族群交流 在近幾年 我們的港湖過年 都有邀請 很多南部的 或者甚至都有來 所以這個已經是跨越了我們當時 從首層一個 因為九二一地震 從點線裡面 從一個自己的地方開始 然後現在越來越能夠串連到交流 到各個地方去 那第二個當然是 往地往路這個傳播的影響 這影響當然也有世代的差異 有時候我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 就是說你的發言的位置 老人家都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 還慢慢的人家會遺忘這些老人 不過反而是覺得 沒有錯 這是相證 就是老年人 就是老中青三代 要如何能夠在整個族群裡頭 這也是我一直很關心的 所以我不是 有時候我會交代一些年輕人說 你們去請 我就覺得像 就是說請那些老一輩子出來 所以過年的時候就也要這樣 那但是平常的日常生活 其實他們都比較沒有被照顧到 也就是說 所以我常常就在想說 這個族羽 族羽的族 你去跟他錄 尤其現在裡面寫說 去給他錄 錄了很多族羽 然後寫了很多他們羅馬拼音 問題來了 很多人看不懂羅馬拼音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他們那後來就不會照顧 所以我們那裡有一個潘仁禾 其實潘仁禾 他就從他年輕就一直拍 我就一直希望就是說 他雖然不是在電視上 或者專業的什麼 那個像那個 新秉康民主的老師 或是 的那個 看到城 他們不是科班畢業的 但是他們自己 從以前沒有請的時候 就慢慢開門單 那個才是 那個過去 只記不下來的 有的老人家也走了 他我覺得說 不是只有針對母語 而是他生活日常 他們要講 他回去如果沒有辦法 跟他小孩講 像潘映映的小孩 他那麼會講 那麼會唱 他小孩都在開中 他兩個小孩都在開中 他結婚的時候 我們也去現在有生小孩 然後很多小孩子都在外地 像潘映映那麼有心的 親戚的也不多 因為他們要工作 還要結婚 所以我其實 最後我要提到的 不是說表面上的臉書 或者什麼這些 看起來好像很冷 其實我反而憂心的是 我反而憂心的是 我們自己在村莊 就像我兒子 他現在在感論文 我也跟他最後 跟他來聽 可是已經聽了20年了 他每次那個金安叔叔 去我們講的時候 他也在旁邊幫忙打字 所以不用聽了 因為他跟我們說 這學期沒有那個 他就一不了業 所以一樣的問題 這人才會有 所以民主學院的設立 什麼很多各方面 我們都覺得很重要 基達應該趕快設一個 他雖然是原住民 但是我們也沒有法定的 原住民身分 就是原住民專案 然後這個年紀當然 早期是跟走標 跟這個牽連 他是有年齡貼職的 而且他是真的有他們部落組織 現在當然有旅長 也是部落組織 也是社區組織 或者社造員 但是現在補助得很好 每年都有補助 也做得很好 哪一天沒有補助怎麼辦 你阿拉伯要做 有人請 理事經理被人家吃 所以我有時候 我現在不是在唱追人家 這個最標準 我要提出來的是 我有時候跟比較好的人 跟他們在一起 他們會知道 我們都會知道 就像我們自己家庭一樣 一代一代 他們的規則 現在大家都處理比較多 阿伯要怎樣 所以阿伯要怎樣 所以阿伯要怎樣 再來我想怎樣 聽阿伯要這樣說 有夠漂亮嗎 有夠漂亮嗎 我會說 阿伯帶你們去看 家床化區 現在一代 現在已經去很多大樓 建設公司 短短的不到十年 那你說這些人是個阿伯嗎 然後他們的這些地 本來是個阿伯的都賣掉 可是我們 我要講的就是 未來這些隱憂 我們會變成都市原住民 剛才以前的公布什麼阿伯 現在本來是怎麼每天 總統府頭 那就是唐廠的 除了唐廠徵收土地外 那很多 平均原住民 很多都拿不掉 這個地方很漂亮 我早知道怎麼會去買 但是還不能做一番台 你知道嗎 就好像說 像劉伊棠 他去找到一個什麼 舊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的討片 他不能拿回去家裡放 他一定要拿出來 你知道嗎 我們每個人 我們是做研究 我們人類學 人類學的道德 不然我也可以把我炒地去 國道六號 什麼那位 什麼農地農農 那炒炒地 我看到 但是這裡的地方 要去 這裡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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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最美麗的 他們的祖先 曾經走過的 所以我 我其實反而看到未來的事情 我自己有點蠻擔心 我本來回到台北就好了 我想想還是要回去 因為我想要見證一個歷史 我只是沒辦法做什麼 但是 像高雅店 我也去看你 看你 那時候正好 還要想怎樣 沒辦法去看你 沒辦法 這事情 沒辦法 好 時間 不好意思 大家 等我 好 那我就先講到這裡 我主要是 還是要多給你們時間 結果反而自己 你講得不完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預備要講三段 是不是 第三段已經講完了 就是我的優異 沒有啦 就是很現代的演變 沒有啦 這樣夠了 太夠了 好的 好 那那個華老師在那邊的體驗很久 在那邊 而且他不是一個從外面看 他就是居住在那邊 然後跟著大家一起 那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一種經驗 他不是研究對象 是生活的夥伴 可是實際上 因為你有人的學的背景 所以你有時候是自己人講話 有這個從外面來觀看 我想應該有非常豐富 也很複雜的經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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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到幾點 沒有關係 我們到四四半 其實我們時間留得非常快 那好 對 因為我們知道 大家一定有很多話想要說 因為葛哈佛是一個很 一般來說 在北部大家比較陌生的一群人 所以難得有這個機會 那王老師在這邊也 也看了很多文獻 他現在是自己也做了很多的訪談 然後也參與了很多社區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剩下的時間 我們有一個小時 又十五分鐘的時間 就歡迎大家盡量跟 根據剛才的 或者說看我們展覽的想法 來跟 自由一點 可以看到他是freestyle 可以 王老師是自由風格 就請大家都很自在的 可以跟他 就是聊一聊 有什麼論用方法嗎 這個是這樣 我先解釋一下 這個是那時候我們第一屆的時候 因為我是第一屆 第二屆的時候 後面的電話就換掉了 你們有興趣的嗎 等一下可以 只是不好意思 我們那邊 我們的書房都是農村 我那個書房也是 所以你們如果有摸到一點什麼角色 不好意思 我今天 稍微要切一下 因為這都全身有比較古 我們鄉下地方來的 那這個就等一下放這邊 如果他們要離開的時候 第二個就是 我想是這樣 因為那一本南投縣編討會 我自己也只有兩本 這個是我去引印的 那因為如果是那個 童老師他們 我可以有PDF檔 可是如果是一般的 一般的 我們將來 如果有興趣 將來有興趣的話 就比較難寫了 就是說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那個PowerPoint裡面的論文 這後面就有 一年來 我們過年的一些單位舉辦的 這個就是 研討會的那個 他們那個南投縣 沒有給我們抽一本 我自己去 就是拜五 就說 只看PowerPoint 有時間不遇到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 大家大概在 再來就是 跟哈佛的組織的演變 因為跟原民會有不切關係 因為有這部份 我沒說就是 今晚也來一家 就是說 我們大家一定會一講到 就是正名運動的問題 尤其是怎麼樣回復身份 我特別請今晚來就是 他現在也是 在總統府的 那個轉型正義委員會 他叫陳今晚 他是凱達格蘭族 因為這部份 其實現在大家很關心 就是 從過去 除了說我們加哈佛 那個自我認同 說我們就是加哈佛 或是說我們是 把這個加哈佛的文學 或是怎麼樣 以外 這個國家政策的頂頭 現在有很多人動的 要把它轉化成為 把定的新聞 就是說 國家要給我們把定身份 就是像 我就是原住民 我們現在說起來的 聽說 我是加哈佛 因為我不是把這個 我們是加哈佛 但是 但是 現在 國家說 你加哈佛就是 你做的事情 不是跟普通的台灣人說 一樣 但是 他們有他們的故事 就是 不是故事 官英 就是想要適合一個 國家認定的新聞 就像台灣的阿米祖 台下 還是 白歐馬 他們都是國家認定 所以他們現在要到這個 這個報分 我本來說是第三報分 我想曾經萬先生 他在這裡 如果這個報分比較有興趣 可以再提出來 更關心 這就說到多錢 我們因為跟我們聯合會有一個觀念 也跟身份認定的觀念 他現在就是盡量 就說 族群的文化附贈 所有的族群文化附贈 在是很好 但是就是要提一個計畫 當然很多人認為 我有計畫 計畫了金貝審取之人 與動之人 我可以來作為一個 附贈我們自己的文化 但是更進一步 我們也需要 國家對我們自己的 給予一個身份上 給予你身份的一個認定 然後更 再來第三個程式是 你在地方上 或者你在 或者像你們在外線市 如何為自己的族群 做出更多對於你的族群 能夠留下來的 或者有影響的 所以這是一個 從國家政策 或者從地方的互動 然後這個關係的連結 然後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要如何去投入你的族群工作 在哪一個層面上 你們可以做 或者我們作為一個 他們的朋友 我們可以協助 所以其實我就希望說 在這些方面 我們大家都可以更深入地去思考 來對他們的 對 其實也是整個台灣 整個台灣社會 不是只有 只有說 他們大後 市政官 他都一定的代替 我覺得就是 其實它也是 我們整個台灣歷史 台灣的代理會 大家要在一起 所以現在有人提出一個叫 就是多族群 但是多族群等於一 類似這樣的概念 因為最後你還是這個好 好 那不用再 那這個就是 這個比較無聊 這篇比較無聊 也是給童老師 如果說有人有興趣的話 就抽一人 那這一篇不是 這一篇是 都寫那個 賽德特的這篇運動 作為參考這樣 那如果說 你們有興趣的 也當場獲 謝謝 童老師 你也就請他這樣 童老師 他們有什麼 想要討論的 那今晚也可以補充 你們現在到底 原展會 到了什麼程度 那個 剛剛黃老師這邊 提供我們的一些出盤品 那都留給原土這邊一份 所以這樣子能夠 它的流通效果是最大的 那其他剛剛像這種小本的 就剛好好像發完了 那這邊我想就 這邊還有一份 所以大家可以翻閱一下 我覺得非常 跟你現在關係的議題 非常相關 那這一份也就 這邊還有一份 那我把 留給你們的 他們如果有需要在這裡 好 反正不管什麼 原土這邊都會有一份 大家都可以參考 那剛剛原土這邊 就是我們這次的活動 就有一些相關的 包括書展 所以這邊是有幾個 這邊其實就會回到 九二一 壓迫點的生命 這是跟那個 九二一之後的附贈 那這個就是 葛哈魯的家族照片 我自己看這書 我是非常喜歡 然後我非常希望說 這本書的 從原始資料 這裡面進入的故事 然後也是學生一起去做的戲譜 希望還有機會可以繼續發展 而且可以串聯 家族 個別家族跟家庭之間 有家族的東西出來 家族跟家族也有以下一步 可以發展出來 它可以串起來 四個磚頭 跟可能還有一些通婚的關係 就是可以做出更 我相信這樣子的一個磚 是非常好的一個基礎 還可以往後做 這個我認為大家都可以參考 就實在是 如果你跟某一個聚落 某一個社區 有非常感情上的親密 我覺得這都是可以 可以很容易開始的一個部分 這大家傳閱一下 然後等一下就麻煩放回到圖書館 那個台子那邊 這個我們在那個展覽上面 是有放這一本 因為我自己很驚訝 然後一般來說 我們來看展的朋友 也會很驚訝說 四個磚加起來的人數 沒有超過一萬 可是可以力量上 是可以做到這一份字典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那這個港號部人怎麼樣做到 如果他們做得到 其他的人群很少 人數很少的這個社群 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 有這種包括說 火洛朗那個講福老化的村莊 它會有些特別的陰 像平埔的岩山的一些村落 也會有些特別的陰和特別的用字 那有沒有需要 其實這都是可以考慮的選擇 那除了這個是一些比較大規模的著作 還有一些小的 還有一些個人故事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就一個人群很少 那核心人物也不多的 這樣子的一個團體 或者個人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那這都會非常歡迎大家參考 那我們現在回頭來 就是剛剛 主任我忘了跟妳講 這個 有關於主義附陣 基本上 從那個地震前就開始 地震前我們去的時候 就有帶雞大學生 那時候我就發現 他們確實是很 有很多人還會講 只是因為發生地震以後 我們沒有繼續努力下去 那後來 鍾老師講的那一本書 基本上最主要是 有一個是潘永利長老 就是潘玉玉的大哥 他持續了二十年 二十幾年 算是一直寫 他就一直寫 因為他教會 他又有馬兵 他寫了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個 台中教育大學的 台灣語文學學博士班的 陳彥光 他本來是小學老師在製作 所以他在製作 他採集了 大概幾百個 他是已經能力去採集 然後再加上這套他們編輯的 所以呢 主要是 主要是那個 潘永利他已經累積了幾十年的 一直紀錄 一直紀錄 那他現在年紀大了 那我們現在 有一些不會寫 你知道怎麼會講 像朱一聖有來啊 他很會講 他一講喔 他是我們的主語老師 佳愛蓮的時候 在一百零三年就 一百零四年 就革命會成為主語的附贈 然後也有一些書 也出版了一些書 但是很多的 很多的那個 佳愛蓮走的時候 我那個潘玉叫我的媽媽 一直到一起來推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其實很多人看不懂那個羅馬字 不是只有你們教會的 要看得懂 確實是這樣 但是兩邊都要做 所以教會的要趕快紀錄 教會 不是說教會 教會懂 那個長老他懂得有馬字 但是其他的 我就拜託潘環 一個一個紀錄 就是那個還會講的 就是他只會講幾句 都沒有關係 就能入多少算多少 那去年 我們甚至還訂了一個 有點像那個 有點像強制性的 我們要有一個竹語日啊 什麼叫做竹語日 我沒有說好多位 我沒有說 竹語日你也要說 我沒有說好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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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一天大家只能講諸語 都不用講話 因為只會講一句 把開台 我說 我不會這樣講 我不會去哪裡 所以後來錄 所以我就是很謝謝這個 我們王興老師 那這個就是去年106年的 把它錄下來 那這裡面就有他們的話句 可是現在都還不是很成熟 那沒關係 我覺得就是勇敢的贈助人 他們就是這樣啊 他們幾個老人家自己去想 還有人就說 譬如說你是要去捕魚啊 魚要怎麼說 很簡單 叫做阿老 阿老 我們現在要吃魚 阿老 他說我要吃魚 我不要說 他就說 你不要說 不要不要 鴨骨 就是我 吃我都讓他們去 到來就叫 這樣一句一句來 跟英語一樣 現在也有不得模擬 我們以前也有模擬 所以現在就一句一句來 叫做回來 因為潘永利老師 那幾十分鐘是很讚的 但是你還要看 很多人還要看 看看 你還沒抓 你知道嗎 禮拜禮 禮拜禮 所以我們這間也 變成人和 不管有錢 有錢 有錢 因為現在還好 現在不用買袋子 是會的 所以這個也是 我們今天就是 給我們那些 我們那些有的 很多人都拿 彭老師 拜託彭老師 看看 那個 這個是以前的 你們應該有 沒關係 這個就 如果等一下下課以後 我們再來看你們 還需不需要 就是921的影片 這個你們應該 這個是書的PDF 這兩個是PDF 我後來就想起來 因為已經太久了 因為他們有做了幾個PDF 掌 我等一下再跟你講 他會講 附一份 那就這樣 那個 就是 又當附了大家的時間 就是我們把 這些年 就代表主任 然後 也希望未來 我們大家 都還能夠有機會 到 鼓勵 尤其是彭老師 要帶給大家 團隊去鼓勵 我們再來想說 要怎麼做 能夠提供我們更多的協助 你們也希望你們 有 能夠為我們 提供更多的一些建議 或關懷 謝謝你們 我再裏 我先 好 謝謝 黃老師 黃老師有很多的經驗 跟很多的想法 而且 未雨綢繆 想到二十年後 土地可能因為買賣流失 然後 住在這個地方 或不住在這個地方 這個議題就變得越來越複雜 就是 我們所說的 已經不是四樁 已經不是四樁 他人跟空間的連結 變得 可能比較疏遠 或者變得更複雜 所以 黃老師想著 二十年後的一些理由 那 各位 我們 不管是對於今天的討論 或者對於展覽 有什麼想要進一步問的 或者想要提出你的看法的 你不同意見的 比方說我不知道 其實看展的人 有蠻多人會問 是說 葛哈佛是要幹什麼 是要變成 第十七族嗎 那 然後就 好 然後就忍不住的 會很好奇的說 我們到底要有多少族 就是說 成為一個獨立的族群 這個 這個努力的方向 對一般沒有原住民背景的人 不管是平補 或是怎麼樣的歸屬 好像有的人 多半的人 我想平心而論 多半的人是不能體會 那個重要性 那 黃老師 或者金萬 還有 還有其他的朋友 要不要就是跟 我們潛在的觀眾 大概有的人 心裡會有這樣一個問題 金萬要不要請你講講 你去找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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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跟路 雖然跟黃老師算滿熟的 我們經常會交換一些意見 我如果不去谷裡 也經常會去他那邊拜訪一下 那剛剛聽了我還是覺得受用很多 那尤其是黃老師參與在這個 災號重建的這個工作裡面 那事實上是非常兼具困難的那個過程 那也提醒我就是 在做這些族群的運動的時候 應該要更謙卑的 跟大家去討論一些事情 我會這樣講是 我自己在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也遭遇到一些困難 那我這邊聽的時候 我覺得收穫滿多的 那我想提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於那個 這個詞語 它最早出現在文獻上是什麼時候 然後我的問題點就是說 家屋這個詞出現是 在清代見有名的 還是說他們遷移到普里之後 細徵 慢慢產生這種族群意識 因為病 空間 居住環境 跟法治不太一樣 所以開始產生一種獨特的這個認同 這個是我的一個猜想 那我想知道 到底最早出現 家屋這樣的一個說法是什麼時候這樣 然後黃老師自己看來 你現在問我 對 我請教你 我抱歉 這個 你剛來行的 我以前就對方要問我這個問題 那很簡單來講 我們人類學通常都會說有兩個來源 一個就是文獻 史料的記載 歷史的資料的記載 一個就是口述 可是你知道口述歷史 我現在問你 你會說是你聽到的嗎 一代一代傳一代的 那但是到底從哪一代開始 不知道 每次我問那個黃祖彬 你說還有很久以前啊 他看了多久 不知道啊 那是我的祖先啊 他就譬如說那也是不敢啊 你能改樣的那個成縮 我們第三後 不是去看了他的那個斯巴洋 也是不敢 就是他們的都是石頭的故事 就問他們 我們那個最早從什麼時候開始說 那我不是一去就這樣問 就聊聊聊 那確實第一個是追溯一個年代 那這個年代的概念 尤其在學術界 你一定是學者 就很喜歡去定位那個年代 就是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有這樣的說法 最早出現的 就像拼補這兩個字 那你在民族所的那個 就是說我們做評估研究 他就第一個 你已經搞清楚 那個評估族 其實這兩個字在清代的紀錄 那我就神啊 因為我就要去圖書館找很多書 你不要以為說以前那個書位在Google一下 現在有時候Google的 在Google之外的你很多都不知道的 譬如說我的書人都沒有書位 所以我們在圖書館找半天 都在圖書啊 他還找不到那兩個字啊 因為你以為那個所影 現在你看我們就是把你做得那麼好 我們以前不是在公園院的時候 忍著是快累死 那個都查清代 那個清代都查很多啊 而且你要知道 像淡水廳子很多人有在淡水 絕對不是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冬水啊 大家說到冬水 所以你再去清道一些歷史學家 你看到台灣福祉才有什麼中國縣制 諸羅縣制諸羅後來改善家裏 原因為什麼 我們知道為什麼 我們家裏大家都知道 有人敢家裏嗎 那就是因為從那個朱立貴 朱立貴在曹春 林嫂門這幾個民亂 然後就有不同的人民起來 支持這個清朝的軍隊 去平定一些叛亂 然後就皇帝要加獎 他除了包中以外 他會把諸羅縣改成 加藝加藤這個義民 所以叫做加藝 我們要加藝有什麼意思 這個人問 他們說不是加藝有 我從拍子裡問 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說你去問 你做你去問 你不要問我 結果他在諸羅兩天回來 我問了大概有十個 大概看你們怎麼辦 我說沒有什麼責分啊 就是因為他們很多來源不一樣 你就反而就是具體說 你收集到十個就是十個 你就照著他們講 這剛剛不我們先講的意思 我聽到的也不只十個啊 因為尤其現在大家都會去問人 大家又問人了 就越講越多喔 就是overover 聽到我怎麼想 就是我們舉一個凱達克蘭的例子 你們再清楚 你知道連生意老師嗎 連生意先生嗎 我們最早1991年做兩座凱達克蘭族 像那樣很簡單的一個事情 就是有一個年輕的照片跟三雕蝦 你知道嗎 三雕色在哪裡嗎 你老爸要人家知道 就是現在天遼陽新色 那現在叫新駛 就是他們以前到古駛 就看我遼陽 你們老爸看你們新北市的人比較知道嗎 那你還在三西市嗎 對 三阿塞 那些什麼三西市 那一開始的時候就是 有一天我做了台北縣 那是台北縣文化中心主任劉公仲的騙話 他就說要找潘英海 那是我在當他的 我們的同一組的那個 就是跟劉民雄做到一起做 難道一起做什麼什麼 我忘了那個大集合 然後他沒在 我真的找潘英海回上去 他說 因為我們車有發達的 被我做的 會贏而已 靠古移植 靠古移植 直接去找劉易昌 不是找潘海 我剛才來的中林 他說劉易昌喔 他說好好 他說劉易昌沒得 沒得去哪裡 他說有一個座音 他說好 現在要怎樣 他說要進去調查 他說喬召給他 因為靠古移植 說來說去最後就是 他說旁邊還有一個 山雕石 山雕田牙養星社 他們說 凡那山有他們的造生的東西 有他們的崩 他們現在要運翻自己的河市 怎麼去 裡面還有他們的 過去的祭典活動的東西 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他們突然說 要快去找中安研究院的學校 我說你們找得好嗎 不是嗎 他說你還要給我找 因為我那時候還很年輕 我是劉易昌的助理 劉書長的助理 他就找詹樹堅 詹樹堅說他現在在做 搞什麼 沒有在搞什麼 搞什麼 其實是為了大陸的要求 很簡單 他有個市場 那時候短隔已經充足了很厲害 可是劉易昌就是這麼可惜 只有劉易昌答應 結果他開著車什麼 套到來掉 老闆打個戰衣 我說你進去看 他說你去進去 我說我又不是搞古人 你進去看 他進去看 確實真的有 他是用他現的功能 然後來了幾個凱達格蘭族的 那時候不叫凱達格蘭 煩辣 因為我們就是美國煩辣 我們就是我們到處那幾天都來了 就他們說你也要進來的硬核市場 我真的去找 都找到了 什麼都找到 然後我又到我們去 大家就跟我們看著 跟我的學者專家一上 好累喔 我就跑到他們山下賽那裡 你去的山記池 你看到山記池 就開始講故事了 我最好去找楊南軍 那後來越早越跑 又一早 我們整個 大家都去找找 想怎樣 他們都跑去那裡 就是考古遺址 劉衣昌 然後綠石的 楊南軍登山的 我就坐在那邊上去 那山記叫我來 你也上來 我都好累喔 現在他們都成敗 他們都招敗 我就是跟他們扶責聯絡 但是後來很可能 寫嘛 要我寫啦 他們開閉 記錄大方 我把事情做不了 就這樣 就這樣做 在那塞 或者什麼 後來我們出了一本書 後來又要開一個研討會 十萬塊要我們開一個研討會 然後我們還不得不開 而且一定要跟台電對幹 我這樣講得很粗 他們說的啦 他們那個 結果林正義到後來 我們經過了一整波兩年 後來出了楊南軍縣會變 林正義來了 我們還找了翁佳英 說要把中年院的那些荷蘭的資料 然後我說我回看你 你寫你寫 又推給孟佳英寫一篇 總而言之我們就 在一兩年就趕快把它 匆匆忙忙弄出了兩本書 三本書啦 叫凱達格蘭文縣會變 海德二獎 可是問題來了 問題就出現 真的問題來了 那個後代 所有的幾則都去找他們 結果每次他要開幾則回家找我們 我不懂 為什麼 因為他說楊明山有發現他們的考古遺症 我說是喔 他說他這句也在教我 他說你要去教我 我要來聽 我告訴你 教我們教我的 你們那個凱達格蘭府 我不會去講求 我不懂 他說山頂這個人不用讀 他說凱達格蘭 你去楊明山有個鏡子塔嗎 有個三角的鏡子塔嗎 也有個巨石嘛 基本大家要去去跟他們承認 我問你去搜尋一張 你不想要再叫他找我 我不懂 然後又只地道啊 不不不地道啊 不不 他說那地道的同一種 我問你什麼同一東方府 那就開玩笑 他問你很熟 然後我們那時候不是在考古系 我們還跑去考古系找資料 然後那個王冠 王冠 反正他們寫著 誰家靈人家景 那時候有幾個木雕 還在我們考古館 對我們人類以前我們都在考古館 有那個木雕 木雕有那個木雕 他說那就是跟我的太空通的啦 我說我不知不知道 他叫我嚇嚇嚇嚇 因為以前我剛才有六行 我說那廟我可以拿你什麼 因為廟有主要 就是因為那個石油工業的事情 我砍下去了 我說那個我可以研究 你有沒有我叫那個研究的地道 總而言之 這是你們凱達格蘭族 你們現在傳統領域 你自己去找 轉經自己 那所以有沒有過程 凱達格蘭族的字 我們當時沒搞 被那個中學院敵人 被誇到我的誇獎 你是我的老師 大學是未必誇獎 我們也不及格預言 他說你為什麼要說那是凱達格蘭呢 他命運就是法曬 我說法曬不好聽 不是啦 我不能這樣說 我說可是一年假舉說那是第一人辱地 日文就這麼寫 我還問過楊南俊 所以那個地方就是他們的我們就通證凱達格 我要出書了 我問你的文章我也寫在前面了 我就跟你人回應 我在總年會遇到 因為我是小助理的 還沒請 還沒有老師 他就覺得說那個考慮沒有做好 在柳士場裡面留一場就跟他討論 那現在一樣的 在嘎哈佛那裡我不敢討論 因為我就知道他 可是我只要聽到我的學者 他說嘎哈佛 第一個質疑我的當然就是歷史學者 但現在早期一直接著沒有一個人要死 還好我們有人類學得出來 以前我在那裡一個人在叫他叫 他們都每一次都在搞病毒 他說我是去就他們要爭資源 幫他們爭資源他們爭 他們就說十幾個家傅 你來嘛 你是學家你來嘛 他們就說他是個家傅啊 我又不是在家傅啊 我說什麼家傅啊 我又在家傅啊 有兩個大聲有兩個小聲 他有要好啊 好了好了好了 他們做到家傅啊 我說家傅啊 我聽到家傅啊 我叫他家傅啊 這個洪威人去了 洪威人知道我跟他學學學院 不是我們那個老學 李仁瑞老師說我比較開學 然後洪威人說他怎麼會人呢 他告訴我就是要負面 他說我幫你講 你不趕快 我問你原學家你自己釐清他們的系統 因為他們來源不一樣 而且他們好多的來源 然後打到什麼意思呢 他說你講 他怎麼這樣 我會說是手 這是他的胳膊啊 手足啊 有的又說不知道啦 一樣啊 手沉手入 我以前都不想寫的 也有好幾種說法 一種說法就是說 你講你的奴隸 各種說法 就是人類學校說多重差異的詮釋啊 因為你經歸那麼多台 你經歸那麼多台 你聽不懂要說清楚 可能原詞他有一個意思 然後他語言都是傳很多很多 只有少數幾個人 然後有一件事情 我始終不願意講 我們普遍很興趣 其實語言學家也知道 那個 那個 葉莊老師來也知道 因為人類人是原始有者 有收養的關係 尤其在我們過去 早期的漢人也有收養 你知道嗎 就是說 像我也是 我也是去向收養的 有的時候做成 有的時候做什麼 收養啊 因為現在生了很多女孩 就被人家 我就是經歷女兒 他就經歷 他十五歲 他沒十五歲 就收養 逃過過期 這我發現 在很多台灣早期的社會 所以你知道嗎 現在在講說 他是正統的 在講的 還有大家所有的語言學員 都曾經採訪過他的 包括李仁瑋老師也去採訪他 他不曉得他的家族背景 那時候後來慢慢才知道 因為他父母是黑漢人的 黑漢人就是假裝的百財 所以到底他小孩說的是 就像我現在說的 到底我是把我媽媽 從錢賀來 還是去外面賀來 我媽媽倆說 我媽媽說 賀老爺一輩子而已 那個人不知道什麼賀老爺 因為我爸爸賀生 到底你現在是 十八歲賀來 還是十五歲 他老爸這個系統 有可能是賀老爺 那人家這個系統 中國做的系統 他就活不了他 然後現在號稱潘金玉 潘金玉 他是我們八才祖的前輩 他一個過世 他所流傳下來的口語 那個是語藥廢國 你知道他小時候是 國族公文那邊的人收養 所以他的語言系統 到底是 那亞當的女婷 就是叫他為了這樣看 但是這個人家有可能就是 我們大家混 因為他是好幾度一名 他混居在一起 所以有可能是保護 他把這個關 但是他不是保護 像潘中東老師是確定確定 他以前都不認識八歲賀老爺 然後潘首相第二任的理事長 確定確定 他的家族是 我們那時候就是為了這個 找到好累 就覺得說怎麼那麼複雜 人家有遇到的事情都遇到 被問到了就像你這樣 那你說出現在什麼時候 口述歷史你很難追受 你今天潘大和寫的那本書 你自己舉啊 他有他自己的詮釋 他認為我們是他們的棕地啊 你有沒有看到他同源說 他就是我同源說就指他 那你去看他的書 然後你現在是山羽盡他主 他一直認為 噶哈夫跟他的差距是大 我是認為那是自我認同 就已經分太多久了 你說從山羽盡禹坦到現在 他們分太多久了 你認為演不會演對嗎 然後你認為第一認同 所以我後來強調那個第一認同 就像說那個獨入谷 原Sedek 他們賽德克跟三個語言系統 原學家裡講說 D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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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入谷 獨入谷不是後來自己三百年 三百年是短年跑去那個牽一道花蓮 所以他們在正名運動的時候 他們自己先獨立出來 讓有時候長老教會一下 那些長老教會有個太乎的中貴 可是他們語言他們認為也有差 Sedek Sedek 什麼的每次一開始就跟我們 我們有三個不同的 你們唸好 我說是 這個大概唸完以後我說 到底哪一個是狗狗的 到底是Sedek還是Sedek 這個語言其實很難 尤其我現在牙齒不好 都繞房子 更不準 他說你沒有唸主 我說我不要唸 然後我要講的是Gahavu也一樣 Gahavu也一樣 現在潘永利為主的 現在鄭浩學的跟那個燕昭那種學的 林宏瑞學的是永利不長長老的時代 但是你去仔細聽 仔細聽 有一些還是不一樣 你看看有些聽起來也不一樣 所以Gahavu這個字 基本上有人認為它是手足 有人認為沒有什麼特別遇上的傳染 那什麼時候傳下來 第二個就是什麼時候傳下來 這跟凱達克 因為他還沒告訴你 聽說人家說 因為他聽過凱達克 那有人做的就沒動了 所以我就做運動 那時候真的是為了做運動 所以我就被那個回去中間也被罵 告訴我凱達克 我說不是我說的 是藝人家舉說的 真的是藝人家舉說的 我拿資料出來 那就是那些人說什麼 人家跟煩惱 就是你叫他說了 就是人家吃煩惱 一個故事 人家吃煩惱 他們就說他們都叫煩惱 所以他們在那裡不知道什麼 他們不知道 所以很多族 包括你知道八台族 你只去看那個潘英海的學生 為什麼突然忘了我的同學的名字 他就講以前真的沒有出現發展 就是藝人家舉寫的 所以他去做研究做碩士論文的時候 那時候譬如沒有說發展 是藝人家舉 是台中的幾個研究的人 去把它寫出來 從藝人家舉寫出來 那陳思律也是 陳思律我們清大樓的主持手 他也是研究案子大事 也是從藝人家舉 藝人家舉 那有沒有文字 有 那文字不叫做房間 就是手辦 手辦 那藝人家舉給他命名的 那藝人家舉為什麼會叫命名 就像小劇榮長把雅美族講成雅美 可是雅美族現在說他是達悟 他說風壽風達悟 可是達悟也不叫達悟族 風壽是道 農之人 達悟是我們自稱 我們就是人 賽德克 赛德克 赛德克也是人的意思 那赛德克巴來 人 我就是赛德克 巴 我就是真正的赛德克 這樣的人 所以後來就變成 日本時代把它變成祖民 所以他就說 問路是加哈佑嗎 國師加哈佑 問路是加哈佑嗎 特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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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加哈佑 他們現在有一些語言不一樣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回答說 有些東西沒有絕對絕對 尤其是語言它隨著時代也變 是地區 就跟人家亂說 你現在去六天你去聽 六天唱你還聽得有 你現在去伊蘭 整個牛逼逼 就跟你的腳踏 你看跟我們台北一樣 我媽媽也是傳出人 我媽媽也是傳出人 但是伊蘭也傳出人 但是他們說就輕插 對不對 阿克家也很像 所謂的以前的 歷史上寫的越習人 到底是包含了多少不同的語言系統 這個現在都還是一個值得研究 所以我是覺得你們提的問題 是很值得研究 但是有時候會這樣 我問問是不是 不要問我 你問是不是 因為他要回答記者 要回答學者 所以他們會一直創造新的 所以我有時候在講 創造也不錯 就像衣服創造越漂亮 我們都穿得很漂亮 我們正好也越來越帥 新的創造也不錯 所以我們可能那學長會看他 要再怎麼樣重新創造 怎麼樣重新復古 怎麼樣重新 像溫離啊 以前就像在拋售的球 現在顧了 但是有他的意涵 有他的意義 所以時間的關係 因為那等一下就要不要那個 好 那我們希望說 因為沒有正確的答案 所以希望大家 提供你們的心得 大家來分享 跟老師大家來分享 來 我們歡迎有一些回應 對於黃老師的演講 或者特產的回應 黃老師 你的演講 非常有興趣讓人家 會學教 你講得非常風趣 非常好 像這樣的演講 我第一次 這樣的風格 第一次聽到的 很講 現在各族群 都是因為民主自信心 他自己恢復了 那這跟各個族群裡面的 族群裡面的受教育有關係 他的族群裡面有幾個特殊的 這個專門研究的 包括就是說 他的族群裡面 阿美族啊 或者哪一族 他裡面得了很多博士啊什麼的 他就會爭取他自己的族群 這個都有關係的 包括這一次這個 葛哈佛這個問題的話 也是因為說 這個族群裡面 他開始說自信心子來了 所以說他就爭取說我要獨立 包括這個希臘雅族 已經獨立那麼久了 但是我們政府就沒辦法承認 那現在已經承認 到最近已經承認了 撒尊第17族 那這個就是說各個族群 所有的族群的 裡面的人自己要努力奮發向上 這一點非常重要 他才能夠知道要去怎麼爭取自己權益 如果說沒有受很好的教育的話 他就不曉得去爭取自己權益 我請教你 那除了跟教育有關 有的他沒有說像我們的老人家 他就自己認為他就是那個族 這樣你感覺 你覺得 不好意思 你實際 我是覺得這樣也很好 但是現在也有人說 我們應該尊重歷史學家 100年前的說法 你們就是雅族 不是 縱使不是雅族 也是在一個很大的族叫做華仔 現在有人說 你就有多痛分 但是這樣就在拆散人家 你們會不會這樣寫的 如果說 就是把一個大族 講起來 現在我就很了解 這評估組有10組左右 對不對 現在有一點分 對 所以說現在就是這個 如果說要各組 如果要爭取獨立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說 日據時期的這個戶籍成本 有駐生番或熟番 那由這個去證明說 那你就是有蘋果族的原住民的身份 這一點我是覺得滿重要的 但是那個熟番 生番 是從清朝的一種 就是所謂的殖民帝國的背景 但是他的熟番裡頭沒有寫說 你是什麼族 什麼族 那是到日本時代的學者研究 他才把它命名 是從族民才出來 這個是分這個 像大渡的 大渡不是現在很恐怕 或是瑪布拉 瑪布拉 瑪布拉 紅安牙等等 這個是日本時代才開始的 在學術上有記錄的 文獻上有記錄的 清朝的記錄只有生 熟 翻 那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說你縱使現在知道 像我們福利人他就去申請福祉資料 他是熟啊 家裡阿祖也熟 大家都熟 然後我就熟這樣 我姓熟 問題他不知道自己來組啊 現在最糟糕的是我都問我的學生啊 我在他們裡面回去請 因為現在你只要電腦上網 你就可以找得到 你的那個 不是找啦 不能這樣 就是你要去附證事務所 但是不是你的出生地的附證事務所 你去網路上 你可以申請日本時代的那個 附證人 對 他有熟 附證人 對 福建 但是來啊 你知道你有熟 你家裡很多祖先都有熟 問題才有一種 結果他口述歷史跟我講 那個 其實就是我兒子的家傳 他有三個組 我說好啊 你再兩個組 你去選總統啊 你組共和 我就開玩笑 我想說有少族 中部的我變成說中部的中國 我也是開玩笑啦 因為這個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日本時代那個熟住記 確定是有原住民的身份在法律上 但是自己他的已經因為歷史的關係 因為社會的關係 他已經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族 甚至以前他們也沒有所謂的分什麼族名 就像說凱達克蘭族這個名稱 這名人家就寫了 巴塞 我也不知道巴塞怎麼來的 就像你說的 那那個女人會講話 我也想問說老師 那巴塞怎麼來的 他就話不來問 我不好意思問 這個不來的 各個族群的那個出生年月七十字 男女去追溯了 不曉得怎麼追啦 所以你們大家都是很滿足的 對我很滿足 有反意的 謝謝 所以有人會不會覺得反對說一直分一直分 因為現在很多人就尤其是法定的元素 我這個跟政府的資源分配也有關係啦 它是說西拉雅族為什麼是遲遲不肯承認的原因 就是現在資源很少 如果說在很多族群再來分的話 越來越少啦 不會啊 那個餅可以列作越大了 兩千三百萬人口啊 大家都說是啦 不然我意思是說 拚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我們現在小英總統有講到一個叫族群主流化 性別主流化 我常常在想到這法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大家都變成長 喔 難道要變成長 現在就決定說 美國的財民的財民是原住民事 現在政府去訂定一個這個日期 八月一日 就是原住民事 請問喔 你們這裡有自己知道自己的族群的在嗎 就是你很辨識 你是我們打哈魯 現在界面都說你是不是煩啊 你在元長會了在這裡 總統府元長會了 他要為主權請去證明的 那你呢 你請問 阿滴賽 阿滴賽 我小王 先回應剛剛那個就是戶籍成本那個 那個有熟住記 然後其實我查的時候 大概可以查到 189是最早的一份 然後上面其實有那個舊的地址 所以我想說舊史要比對 因為以前的移動相對不易嘛 所以是不是這樣可以比對出 其實可能如果有熟了 注意在比對那個柱子 是可以大略知道可能是哪個族群 可是剛剛一點小想法 然後想請到黃老師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可哈烏他本身是一個 在婚姻上面 他是一個以女性為族 還是以男性為族 也就是說 結婚是男生到女生的家 或是女生到男生的家 這是 因為我好像沒看到這方面的訊息 所以有這個疑問 想請問一下老師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因為舊出錢的了解 可能可他會有些東西 就是有些文化疑問斷層的關係 他可能很難找取得到 那如果我是覺得說如果從這一代 就憑藉著自己是認同 身分上認同 然後從這個基礎上去發展 所謂新的文化 這樣是不是可行 因為我覺得就是文化是很美的東西 但是好像我目前看好像很多族群 這不是一個錯誤 就是一直在鼓勵的追尋 以前前人祖先的文化 可是其實我覺得忽略大一點說 其實追尋的同時 其實也可以再往後去發展出 自己的文化的特色 可是因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我不確定說他這樣從自身 從當代去發展往後文化 這樣是不是有點跟那種互施 就是一方面你在追尋一個學 可是一方面你在一個形狀的東西 所以這也想請教老師的看法 謝謝 本人很久 我老實說你轉去的時候 我們不是聊得很快嗎 是 我覺得問得很好 那個婚姻的這個部分 家族死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只有為了蒐集老照片 但是你還是必須處理家族律師 他當時指災後 那災後你真的要去推受人家的主權罰代 三代 其實時間上是有人要耐煩 因為我們也能弄過時間 所以那時候是禮監室 每個禮監室帶著幾個學生 正好我那時候我在通識 我在幾大通識教訓 就學生多一點 現在只有在歷史上 然後在這種狀況下很簡單 就是第一個 因為人類學人會做系譜 三角形跟圓形 然後誰嫁給誰就見得了 我們就發現 在要看哪一代 像我住的那一家 他大正三年的時候 那張照片 是現在唯一我們找到最好的一張照片 大正三年 那現在好像正話也有拿來用 大正三年就是民國三年 對 跟民國同年 對 大正三年 那我們找到的 但是那一個很明顯的 他是照對分 所以拿照 就我們口述歷史 他照對分 而且最有趣的 我都不好意思寫 他照對了以後 你知道嗎 他照對 然後他照對也是打他們 他們那時候還不只能照對觀念 就是我們原來越來講的 分那個 只能在自己的族內同胃 結果這個男的他還修夫過 修夫還給他散養甜 好像細婚啦 細婚現在很多耶 一婚堆三百幾年 所以 青年我們比我們吃得比較多 所以他還 所以那時候他土地很多 那他沒有綁小腳 那張照片 你去看他大正的 那張照片 他的故事 我在看話 他是我的房東 沒事我就一直問 所以他的 他的那個這樣問下來 然後但是到了他的那個 他就是假情 他就跟阿弥圖很像 我以前也都做阿弥圖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 Kes 劉佳的 他是禄谷 他們兩兄弟 去給那個 趕阿弥看 看 夠無啦 夠無 周牧童 那其中有一個 就是被造罪 被造罪道理 所以他這個地底豐溫 其實是存在的 而且你說的造罪溫是有存在的 然後可以修復的 他有這個習修 然後牽手這個 確實是跟那個青菜文獻紀錄 實際上是你的前男人 我覺得那時候的習修不錯 我們幹嘛去搞什麼 性主義 好 大概這樣 第二個問題 你說這個現在的文化的重新的在創造 我當然覺得那個就尊重他們的主體意思 我覺得他們自己的團隊必須去 自己透過部落裡頭的溝通 族人的溝通 然後進民俱進他們大家想要的 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廠長一兩個人 他現在甚至我所知道的 不是在我們比較好 在別的族群 他可以直接圍坐外面的公關 行銷 你知道嗎 那個做得更漂亮 做得很漂亮 我倒覺得說 你要跟學界而做 或者跟文化界而做 你如果直接去找那個外面的 有好有不好 就是說 你說在文創上面 或者未來的文化的推廣上 這些我覺得都是隨著時代與時俱進 這都是好的 但是如何來尊重當地的團隊 就算他們自己的團隊 但是年輕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有代國 因為習俗不一樣 有些年輕的他一去的時候會想很多 而且帶了外面的很多 譬如說電影的 拍照的等等 但是如果說你為了再短短一年內很快就能夠 對他們來講就是很久 但是對當地的老人家覺得這很突然 所以我覺得時間是一個 時間跟溝通 可能是在一個 不管是族群 或者團體的合作上 我們要去思考 但是絕對是又會有改變 不可能再回到 我覺得找重新循根這種東西 有一個模式 就像這個 我們當時請大師幫我們 根據天理大學的 那個是一個模式 就是一個樣本 然後這個樣本放在那裡 然後他們以後將來要怎麼設計 要怎麼弄 其實就是隨著他們現在的時代的需要 以及他們經濟各方面的需要 我覺得文化是來自生活的 也來自他們自己評估自己 能夠做多少算多少 那有做最最重要 有人做 而是一片一座 而且大家一起做 我是秉持這樣 因為畢竟我們過去也是在 什麼 像山光社區阿美族的 簽譯室那些年輕人 現在都已經有成就了 在各領域 但是他們的青年會在一起的時候 以前就是唱歌嘛 後悍呀 後悍 我說你們能不能幫忙寫點 那個你們都會寫啊 就給老人家寫點口述意識 然後就不用一直唱啊 或者用唱歌來講故事也可以 他們就有山光社區阿美族的簽譯室 就留下來 但是那時候的網站 我上次從剛剛研究認識訓所 要黃顏民文老名的所長 但是後來網站不見了 我問他為什麼 我不知道什麼 走歷從 走歷到歷代 我不知道 不管了 總之很可惜 那我覺得留下這些文資資料 給後面跟以後的人 甚至廣大的社會的關心的團體 能夠去再利用 資源的再利用 以及他們有縮本 那沒有縮本也可以啊 但是不要像我們最好的朋友 人生一卡達根的 每次都要跟我講壞太空 我說那個超乎我的行李 所以我覺得創造是可需要的 但是創造也是要一步一步來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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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什麼現在不突破壞的問題 或者想法 我可不可以 那我來請問一關問題好了嗎 不是 因為我印象你剛剛 因為你講得很複雜 有時候我純粹在欣賞你的語言 我這個沒有在說 所以這句話是要表達什麼 可是我的感覺就是因為一直在講 他們其實跟外面人的來往是非常多的 那包括通婚嘛 而且通婚不同方向的通婚 其實還包括對賽的特通婚 所以也講說比方是雅筑 還是獨聽族童言說的 這種就是他們對於他們的 他們的作為族群或文化的獨立性 其實有非常多不同的手法 那也有可能人家也說是 因為你說他們是卡哈姆啊什麼 就是那個自我去試 其實好像對於不同人而言 他不同的邁羅賈會浮現 那好像也講 剛剛講說我們也是巴賽也是卡哈姆 剛剛我聽到的聲音 我覺得實在太精采了 所以我想要知道 因為現在是在早上證明運動 所以證明運動 我們都有一個感覺 好像有一個認識 覺得我的族群身分是排他性 我應該只有一個族群身分 對不對 對 那可是他們的至少你剛剛引用的話 裡面是有人會說我也是巴賽 我也是 然後我這個不需要排他 我同時就有不同的族群身分 那我想有點想要遲到說 這樣子的一個觀點的人 多不多 他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 還是說那可能是 葛哈姆這個地方的一個 因為他的歷史太複雜 他的跨族群的接觸太複雜 而且他的族群又不是做生意 我們所謂的市長照來 他是到家裡 他家他是通分家庭 所以他可以發展出一個多元的內容 可是這跟我們的族群政策 族群政策是排他性獨一的 所以我想要知道 剛剛說的 那是某一位長輩的一個特殊的想法 因為他解決他的問題 他我不排斥 我這裡跟那裡可以 還是說這是葛哈姆在歷史中 形成的一個特殊的奴隷 是 你還要不要說 我請問 剛剛那一本那個 葛哈姆的老照片 那我拿回去了 好 沒關係 我本來今天應該帶書 但是我沒有自己開車 那個 那一本書的後面有一篇文章 論文是我在紀念大學院 它被發表的 就是題目叫 《以葛哈姆為你》 然後後面就是在講 他的社群認同跟 族群認同 其實是這樣 人類學在講 等於其他有很多的dimension 就是很多的層面 那現在剛剛同好是講得很好 就是說 如果從國家的政策來看 這個 總統符合在這裡 謝謝 你就要跟小英東反映 泰灣dimension 就是他只能讓你選一種 那當然可能是在政策上的選擇 那這個影響到 反過來我要說 他影響到我們現在的選擇 因為這很重要 為什麼 現在年輕一代 其實現在老人家他比較不配合 他什麼做的都差不多了 我就是環納 西蘭灣 所以我老公也有 把這個 我老公也有 不是我人就說 他就這樣 他不是只有一個老人家講 我們那個家庭歷史裡頭 我們訪問的很多case 但是因為我們需要的是照片 因為那時候給文件會申請 那個50萬經費 就是要給他別的本書 而且沒有照片也不行 沒有照照片 但是那個家庭史 我們聽到很多故事 就沒有辦法呈現 那確實是非常多一點 他比我都知道的 我以前在大物 因為藍雨畢竟比較聰明 藍雨的 你們知道藍雨開放 是在中華民國這裡 國民政府來台灣以後 日本實在是特別把他隔離的 所以他們的 我跟劉冰雄老師 就是所長 去做西服的時候 我發現很好做 說一樣 就是你這個家 有沒有什麼泰哥的圈儀 也沒有什麼泰哥的 也不喝酒 以前他們不喝酒 但是阿美族就比較不上 那我今天去塞德克那個地方 就比較像 尤其是泰亞族那個 發言地那個 那個瑪斯托邦那個 那請進入去做 對 對 你去過 好厲害喔 你怎麼會把他站 那個地方真的是好清楚 然後 然後我們在那裡 循著 循著他們前輩做過的西服 我發現他的家族史還真清楚 他們的家族史就是 潘雨畢的 你知道他太太現在是客家人 但是他在這裡唱歌唱得很好 他的兒子怎麼辦 我也常想到是現在的 所謂的我們的 我們說人家是台灣徐步是很好 可是他難道他沒有希望他的兒子 跟你會講越南話嗎 當然希望 他能不能希望有一天他的兒子也認真同越南 或者一年 所以就這個下一代一樣的 其實在我們台灣現在的港哈魯 他有多重認同 我一直 他們每次講說我現在是要怎麼老實 我是要去拔責還是要教我 你問我 你不要問我 老闆 你要自己想 那都可以啊 不然你就 你現在教你政府 不然你不想像這樣 你都可以學啊 你就學也好就好啊 就是就像英文一樣也好 像我們也不是英國人 但是不是美國人 反正不管什麼 我們語言就是溝通嘛 你先從一個比較互動的層面 我覺得人跟人就是溝通嘛 狗不靈跟狗也溝通嘛 他也是一個小寶貝啊 都要學習那個語言啊 互動啊 身體語言 然後接下來 我們在真的國家政策 不得我們一定要選的時候再說嘛 那當然這個就是人類學講的 我覺得人類學那句話 我有時候不太喜歡 就是說人類學有的時候建構論嘛 他們就很多人就說 黃衛銘在幫人家建構 我說我又不建構壞師 你去跟你講我 我應該 你應該說 我剛童老師說 我們去參與學習 一起走出未來 第二個就是說 他們是公立的 因為他們就是為了 現在很多人都這樣說 他們是為了因為想要證明 他證明就是有資源 所以他們才要恢復勝任 我說你這種說法 你自己說就好了 我們不想聽的 他們有他們祖先就是這樣說 年輕一代 當然他們希望有所表現 我覺得他們就是在台灣嘛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表現嘛 只是說 你的表現要跟你的族人有關係 而不只變成最後身上的一個 因為在人類學家的研究 也出現過一種說法 很多 尤其是在那個少數民族 他在殖民政府 像英國 像貝州 英國殖民政府走了以後 他們在裡面內部房的分裂 他們在共同對抗殖民政府的時候 做獨立運動的時候 他們是團結的 最後都分裂 為什麼 族內的族內的權力都整 每一個都要除了 就像現在正民運動 只要憲政立法院 我們剛剛提到了現代的問題 第三部分 我本來不想談第三部分 現在非常的權力敏感的 就是被立法院 只要賴清德他們已經送進去了 只要立法院通過 平補族 你認為平補族有多少人 這個都是 包括原長輝現在都不敢說 因為你從內政部的首紀 最少二十萬 內政部 根據日本時代一直到 可能那個熟的住紀 但是如果說 比小英政府八分之一的 是八分之一嗎 他沒有 他沒有 只要你的父系 母系 你都有一個熟子在日本的 你都就是可以登記為原住民身分 那你知道 那除了像我這個 我爸爸外省人 但是我媽媽也有可能 我媽媽是安哥的四十年 搞不好哪一代混到的 就像李曉光教授講的 他做了他自己的戲份 他翻了好幾個 母不祥 人家以前都父不祥 他是母不祥 他就覺得那種不祥的沒有新的 一定就是乱 一定就是乱 那這樣他也是 那現在那個誰 所以不要說什麼 我們講到政治的 政治的選擇 政治性的選擇 那民進黨裡面 現在好幾個都說 他是平副主 那他以後將來在圓民會裡 我就聽到了 他們想要在圓民會裡 有副主委 那以後立法 像張立本上面 帕布拉也提到 以後立法委員 要不要有 帕布拉 要不要有 凱達克蘭 或者巴塞 巴塞 好像在鄧山豬 那就我去選你們一個巴塞 因為我也去過巴塞 總而言之 那我還趕快來去找我的那個手術劑 那我的意思是說 第一個政治立場 第二個 確實是很單純的 過去 口述歷史 祖先說過的 我是覺得那個是最單純的 因為他們就沒有跟 甚至也沒看電視也沒幹嘛 而且都已經七八十歲 他也不在乎我 我現在 像那個阿姑就九十幾歲了 他也不在乎 他就從我去的二十年前 他就一直說 我就是阿姑 我就是什麼 你娘 他就最坦白的 最真實的 第二個就是說 就像你講的說 因為你比較有誠實的分析族 將來他們如何包容 我覺得他們現在很非常的包容 但是也不是每一組都這樣 太亞族跟賽德克就分得清清楚楚 賽德克裡面的三個系統分得清清楚 分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溫氣爭煩 實在是有夠煩 大家都喜歡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 因為我們在台灣地理中心碑 我們也是一個交通會脆的地方 然後他們的開放性很大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他們也是處於邊界 以前很多人說我不在邊疆 我說你要知道邊疆是最多主曲的地方 然後另外我現在跟一個歷史系的那個 他是研究那個李帆的 他就研究李帆 然後我們要講的就是 因為李帆 所以潘玉他所說 他們以前的祖先到過梅園 到過哪裡 我說他們你們不是從哪裡來的 是你們確實就是去做愛永 你知道他們做愛永做到最後 時代改變了 他們不需要再打了嗎 他們就留在那裡 娶人家的賽德克的女孩子 現在在萬大在泰雅族 然後他們以為他們祖先從哪裡來 其實那個我跟那個歷史學家那個 他在做那個愛永研究的 那第二個是 他說愛永還不夠 這時候是教育貿易 所以這個教育貿易 像他們的感情都很緊厚啊 想那我後來我去我才知道 原來他們跑去賽德克那裡 我說去幹嘛 我就跟他們去 因為他們不能打山江的 那是保育類動物 他們就是他們打了 然後他們拿去賣 然後他說我跟你們一起 在做什麼違法的事情 他們不一樣 警察他們都認識 所以一路提醒母主 我說你們怎麼那麼好 他說我們在這裡做的多好 待了 我們就是有歷史的 你就是禮宿 你說要禮宿 我們就是有禮宿 我們有交易 他們去設陷阱打山江 然後我們去賣 結果我兒子的爸爸去的時候 我兒子跟媽媽 他們都是吃寶玉類動物的聯繫 他們就是說吃寶玉類動物賣寶玉類動物 所以你知道那個歷史 我覺得最好政府都不要來 我們在來過得很快樂 就是這樣 一陣前我們就是與這種族群交流 因為畢竟過去的砍殺人頭的時代已經過了 而我們現在潘守燦第二屆人 他的太太就是賽德克的 然後他的太太的妹妹也是嫁給省城的 所以他們也是現在的副主委 他的同班同學 所以我不曉得他要怎麼處理 我就問他 那你的小孩要去選那個賽德克 因為賽德克本來就有生任了 那還是要選葛哈武 結果守燦說 你剛剛要選葛哈武 那個我兒子 那個小弟就說 欸 那我生任耶 那他是賽德克 現在已經是認法通過了 媽媽的也可以選擇 那怎麼辦 所以老師說的好 他只能二選一 其實對那個兒女來講 就像我爸爸是壞神 我媽媽是當肉人 我覺得我這樣很好 我都認同 對不對 我爸爸是開台一世 我是開台二世 然後我是在對不對 我是廣東級的台灣人 再來我對廣東文化 我可以多了解一下 然後我對那個我媽媽的張東文 我世界的多元文化來源 是台灣的最大特色 也是台灣最真實的 我念宗教也一樣 我現在在政大宗教所讀書 有一個老師一直告訴我們 台灣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 而且台灣的宗教 確實是非常多元 多元道 多元道你現在臉沒有傳什麼都有 我們的宗教自由 宗教多元 宗教的多樣化 我覺得台灣的族群的現象 也是百花其放 這是我覺得他可愛的資料 謝謝 所以我對學術研究 已經比較沒有那麼嚴肅了 對不對 謝謝 好 那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就停在這個 黃老師剛剛提醒的台灣 不是 不是 我再這樣 因為我們有一位那個特別來賓 他是我們以前濟南大學 他其實是我們台大的教授 但是後來去建交到濟南大學的 科技學院的院長 相捷院長 那他也曾經冒 那時候還沒有地震 他就找我們說 要去部落做那個偏遠什麼 我都聽不懂的 然後說 你在部落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開始推動 然後我們後來的 有位地震 他也都常常去參與 那個 那我們是不是給 像 我很多習慣叫他商店長 那是向老師 我們隔壁看的那個 出版中心 還有數位人文 數位人文中心 向老師現在還是主任嗎 而且台大的 我會認得向老師 是因為向老師負責 台大的數位點檔計畫 不是負責 我不能說負責 然後後面那個 資訊工程那一部分 非常重要的一個推手 那然後我也才 這兩天因為我們借用 日然聽這個展場 還有跟遠圖合作 我也才聽說 原來向老師規劃的這個空間 向老師在任上的時候規劃 所以向老師遠超 然後他的經歷遠超過 我原來對於資訊方面的老師的印象 好 台大的這麼跨領域 跨到這種地步 而且跨行政 跨到這種地步 老師真的不是很多 來 我們歡迎 我們現在打個招呼 其實可以招來講 不過我非常謝謝鄧主任跟美英 其實各位可能很不曉得 台大教授你們知道什麼是卡拉波的 比我早的應該沒有幾個吧 因為我1999年的時候就跟美英在戲政裡面混 所以我其實對那邊有一些傾斜感 我實在在那裡其實走出滿多年了 尤其是地震以後 今天實在是很榮幸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榮幸 謝謝鄧主任願意辦卡拉波的獲得 因為我覺得台大能夠去證視卡拉波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是很難得的 我當然不要去提什麼 卡拉波跟跑這些事件的時候 複雜的關係 這個美英很清楚 他會不會懂太多了 不過我是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一直把福利當作我自己的第二項故鄉 因為我再介紹待二三年 其實這個感情非常非常深 所以我今天其實就是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來 非常會搶過來講 你忘了你還幫那個賽德克 整舊的去批那個什麼 已經發明這個錄音帶了 對 你也去了嘛 那個...那個...那個...那個是那多少那個... 對、對阿德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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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馬利斯 牧史... 張秋海 對 張牧史他有櫃資料 我幫他出... 那就是盡量做... 我們能夠做得也很有限 盡量做的 不過剛才我同學主任講 我要稍微提一下 這個我是很得意 因為這個是我建的 因為我那時候跟圓明慧 因為我感覺很深 因為那個圓明慧 圓明慧他們花很多 他們其實很努力的去做一些事情 可是他們東西好像不太能夠累積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圓明慧 想去說服他們說 說這個圓明慧應該有一個 應該有一個地方去有系統的收 跟圓住民相關的資料 其實我們在那邊收的不僅是台灣圓住民 我們希望說把全世界的圓住民 就寫在我們收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開始 說服那個圓明慧給我們一些經費 然後就在台大工作 就開始做這個 其實很有趣 因為那時候到底要收什麼東西 那能夠買得到的書都容易對不對 你覺得買不到的東西比較困難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第一件事情 我們把跟圓住民相關的漏文 包括我們圓住民寫的漏文 跟關於圓住民的漏文 做過什麼漏文 能夠收完嗎 那我想說大家就一兩百百百 我就發動管員去找 結果一找就是一千多本來的 我是好驚訝 其實這麼多人來 其實關於圓住的研究其實蠻多的 你有一地方能夠去把它放在一起 大家都看到其實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時候的主委是往一次背禮的 我那時候知道就是當初在這個 省政府的這個圓民局 他們有一批資料 然後颱風啊什麼的就是淚水淹啊什麼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王力士作為的時候 我說這個 你要不要把這批資料放在我們之後 我們幫你整理 我們不是要掠奪 我們幫你整理 整理以後把清單給你們 然後你們看一下說要怎麼處理 怎麼樣送啊什麼 送人家還是送人家 送人家就留著啊 我跟他講的一年 因為他下面的人不太能夠做主 就一直沒有消息 我一直就跟他提 他就說他沒有處理 他就很驚訝 聽說他就在他們內部會議就生氣了 就是這東西要給台大 他們第二天就有人打電話給我 我那時候還是館長 他就說 欸 像館長我們有批東西要給你們 那送來 我說好啊好啊 幫你們拿 然後他一送來 送來了多少 難以想想 一千箱 非常非常多 所以那個 內部資料其實在旁邊那個影片 我們就 我就跟原位會講說 我們就一百一百箱整理 就一百箱整理了 有請來 然後就可以給他們 然後那個 他們看怎麼處理 很多都是副本 你就 有副本 你就送給各個的這個 也就是原名箱的這個 圖書館啊 這一類 我覺得很有意義 然後發現一批東西 那個 那個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我想 同志人可能知道 可是大家知道很多 在文章剛剛來不久 那個 有一位 人類學校學校長 對我們知道 他那時候去 去原生民部落裡面去 去查那個祖父 其實那時候不算祖父 這是家庭的福氣的關係 他查得很仔細 那時候他的部落全部都很查 那批東西可能知道在什麼地方 結果 居然在另一批 一千箱的資料裡面 所以 所以全部在我們裡面 那個 我們也復印了 也複製了給原名會等等這一類 所以這其實是很有趣 因為 那時候原住民其實 是啊 因為他們去查戶口的時候 就是 名字就亂取 所以 爸爸姓張 長子姓李 刺子姓李 刺子姓李 就是亂七八糟 那 可是那筆資料其實真的是很正規 然後到夏威士西 還沒有什麼人在做研究 很可惜 所以 這座排到現在怎麼說 數位化的嗎 沒有 我就把它放在那邊對不對 這個 這個 沒有人在研究 至少把它保持冷 好好的保存起來 不會被風吹 不會被雨 不會被沖住 這是我們最基本的事情 這邊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習慣 所以我的辦公室就在旁邊 我沒事 會在那邊走過來走過去 然後他們現在的小朋友都不認得我 我就跟他們說 炫耀一下說 這是我見的 然後我們都半信半疑 好 那我實在話講越來越多 我們不應該講 不過真的是 不必要歡迎各位 也謝謝梅英 能夠來跟我們講這些鼓子 謝謝同學的辦公室 那個 我剛剛就想起來 因為向老師可以跨領域溝通 學校上下層級溝通 那我想請問一下 剛剛講到那一段 省政府資料裡面嗎 那個外界知道嗎 這一套資料 我現在不只是說學界 因為我猜很多部落 會希望看到這一套 就是他們是不是可以取得 他們的家的 或者他們的部落的那一套東西 這個我們沒有特別去 去promote 可是我覺得這個如果是 省政學系的圓民研究中心來做 我覺得極有意義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屬於 不過現在有個資法的問題 包括那個 沒有 所以用部落做這個 單位 這我不管 那我一直指 這批資料其實就是在這邊 那這批資料也沒有什麼秘密 對我們來講就是這些資料已經要被使用 所以個資法的問題我們現在先不談 那個問題太複雜 不過這批資料我是覺得說 如果這個圓民研究中心可以去 讓它能夠被讓人家知道來嚴重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 對 我是聽少偉提的 是 對 那另外我有一個想法 其實想了幾個月 我不知道也許向老師可以幫忙嗎 那這個其實相關 因為昨天剛好我在台東開會 那個南道文化 碰到了劍響 他就說起來之前那個 蘭嶼的那艘船要進圖書館 他說我可以從跨過黑潮 然後把這艘船從哪裡跑到台灣 可是進不了台大種族 那個種族的射擊的問題 他說你也花很大的力氣 然後非常的了解這個 所以非常方便 不過那個船現在已經在清華了 是 那我覺得清華其實把它放在一個很好的地方 那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我覺得這個 並不見得什麼的放在台大 是 完全同意 對 可是我們放眼台大校區 不管是哪個校區 我們除了進來原土這個地方 我們看不到任何跟原住民相關的符號 任何的文化 完全感覺不到 所以一直在想 之前在想說 能不能是原土跟總圖 這個空間裡面 可以稍微轉變一下 可以有點感覺 他成為台大校園的一部分 是 不過現在圖書館也不是我管 沿途也不是我管 所以呢 我其實做不到什麼事情 不過我覺得 陳光華是聽得懂的 可以去跟現在的館長講 是 這次的特展館長 陳館長有幫助他 好 那我們就知道 我們這個圖書資訊中心這邊 有很多的典藏 很多東西 其實是必須是部落知道 部落想說這跟我目前階段 可以產生什麼關聯 部落來選 而不是單純做一個學術研究資料 讓他發揮這樣一個效果 讓這個經歷很多 不管是天災還是說文化流失的部落 可以找到一些資料支持他做更多的事情 那黃老師在港澳 我想港澳之前做很多事情 我其實很想問你 我待會再問你 怎麼會在港澳停留那麼久 黃老師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而且他是行頭派 你們聽他講話都那麼急嗎 我就可以知道 好 那我們就知道 我們圓民中心這個特展 強調是一個合作特展 所以他的立足點 就希望不單是一個學界從外面往裡面看 而是說跟部落有一個合作的關係 一個 所以我們練習 所以我們的特展就要在地發聲 我們在練習傾聽 外人在練習傾聽 你看部落也需要 發聲也需要練習的 好 我不能說我一半 你們外面人來幫我們發聲 這個就沒有他的本質 因為需要掌握這個能力 好 那我想黃老師 很多時候是外人 很多時候是內人 我想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講 那我們今天這一場 就是再繼續講 我們再次的謝謝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